一身家的女总裁身患癌症 需要靠行善积德 累计一亿功德值换回健康 就在功德值即将满级时 却因为一场大火 救人途中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在睁眼时 已经浑穿到古代14岁少女傅七宝身上 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功德 一朝回到解放前不说 她因为浑穿的原主不做人 欠下将近一亿的功德值债务 父亲那叫一个生无可恋 坑爹啊 富了这么多 这原主都干了些什么 功德系统赶紧把原主的记忆碎片 弹入他脑中 原主父亲宝 由于父老爷子和老陈氏 毫无原则的溺爱纵容 养成了一个好吃懒做 小气自私 而又骄横的性子 使欢和欺负侄子侄女 那都是常态 因为邻居议论他脸上的痘痘 说他丑 当晚就偷偷拿了火把 烧了邻居家房子 跑进山里 捡回来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哑巴少年 强迫人家做他做同养夫不算 更是把少年当成出气筒 动不动就拳打脚踢 挨恶罚贵 接受完原主记忆 父亲真的没什么好辩驳的 话说系统 你确定不是在玩我 就这样的人 也能和我的灵魂磁场相近 不过 凭啥要我来还呀 功德系统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你爱还不还 反正五年内 攒不到一亿功德值的话 你就癌症复发等死吧 说完他直接闪人 父亲常常叹了口气 瘫上了这么个身体 努力改变攒功德吧 忽然一只大手 附在他额头 七宝 对魁祸首富梨花文言 吓得谁洒了一地 要想在这里赚到功德值 就必须先融入其中 父亲赶紧进入角色 从今天起 自己就是父七宝了 你啊 我没事 对了 那个小哑巴呢 父老爷心头一颤 已经关到柴房了 七宝你想干嘛 再打下去 可就要出人命了呀 七宝笑了起来 放心 不打了 以后都不打了 有药吗 我去看看他 父老爷和老陈氏 两人面面相去 什么情况 这还是我的女儿吗 这会儿 七宝拿了些吃的 和治疗外伤的药膏 去了柴房 打开房门 空气里 便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传来 地上蜷缩着一个 衣衫蓝绿的瘦削身影 紧闭着双眼 却依旧能看得出 是个无双的美少年 看着对方身上 满是瘀青和血痕 七宝微微叹了口气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 圆主好狠的手 真是造孽啊 先帮他涂药吧 他刚沾了点药 抹到少年的伤口上 少年猛地睁开眼睛 光速退开 眸光中 飞快地闪过了一抹锐利 转瞬间就变成了惊恐 在那瑟瑟发抖 这显然是经常被打之后 下意识的条件反射 莫名背锅的七宝 有些心酸 看来圆主留给对方的阴影 不是一般的打 他现在要是忽然变得温和可亲 恐怕反而让对方害怕警惕 说了句对不起 以后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 便放下东西 起身离开柴房 放心吃 没下毒 等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少年眼里的惊恐 也跟着消失 眼神瞬间变得阴冷院堵起来 心想这个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迟早我会杀了你 门外的七宝 忽然收到功德系统高冷的声音 恭喜宿主得到十个功德值 他文言有些惊讶 以前他累死累活 就一个人才得二十个功德值 这次只是徒药送饭 居然会有十个功德值 这种情况 除非是遇到了那种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难道这少年异于常人 那他怎么会沦落成这样 不管这些了 反正以后对这个活体 ATM机好点就行 远主在计划着等待时机 把所有伤害过他的人 错过杨徽 穿越而来的七宝 见他是功德提款机 计划着拼命对他好 离开柴房的七宝 迎面碰到个姑娘 那姑娘见到他满脸惊恐 掉头就跑 不得不说 这远主是真没少造孽啊 眼前的姑娘 是远主二哥家的女儿 叫傅梨花 今年不过十五岁 远主今日心情不好 故意找茬 眼看着热水 要洒到自己身上 傅梨花害怕 下意识出手推了一下 结果远主摔倒 撞到了脑袋 当下便见了阎王 功德系统 也是在这个时候 让傅欣附身在远主身上 而傅梨花 为了逃避责任 故意隐瞒真相 诬陷给哑巴少年 其实 远主这算是自作孽不可活 七宝想了想呼唤系统 我要对东西 功德系统 文言立马现身 高高兴兴做生意 结果一看 宿主功德值才十点 嫌弃的翻了个白眼 十个功德值的穷鬼 想换什么自己看吧 什么大理丸 金钟赵赵 木灵树 打底都是一百功德值起 七宝大呼奸商 好贵 一眼就相中了木灵树 有了这个 就能感应植物灵气 控制植物生长 萃取精华之香 美容养颜 不仅能赚钱 还能把元主这张脸给治好 前世 他就是靠着木灵树这本事 才脱贫致富 成为化妆品巨头 走上人生巅峰的 但是一百功德值好贵 系统 能不能便宜一点 功德系统高冷极了 不能 买不起就赶紧走人 别打扰本大爷睡觉 七宝和功德系统 打了这么久的交道 知道撒娇卖萌 不管用 收拾好心情 打算攒够功德再来 现在先买个能兑换的东西 当做性情大便的借口 去忽悠富家人 夜晚 富家做了一桌子好菜 满满当当的做了许多人 富老爷还不忘为女儿七宝博名胜 你们可都是沾了板的光 本来是炖给板补身子的 是板说 要分给大家吃的 老陈是见几个小的争抢肌肉 这时 富梨花端了一碗鸡汤过来 她想试探一下自己小姑 到底记不记得是自己推的她 然而 因为过于紧张 手里的鸡汤直接洒了七宝一手 她下得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小姑对不起 是梨花不小心 您饶了我这回吧 七宝知道她为何失态 她也没有想给原主报仇的打算 不过梨花害了哑巴少年 不能就这么算了 走过去压低了声音到没事 你该道歉的对象是小哑巴 当时推倒我的人 其实是你吧 你推倒我算是自卫 我不怪你 但你不该嫁活到小哑巴身上害她 富梨花最后的侥幸心理 没了 只剩下金句 对不起小姑 我当时太害怕了 小哑巴的活以后 都我干了 求求您别告诉阿满 七宝满意的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起来吧 伸手将人扶起来 富梨花简直不敢相信 小姑居然会这么好说话 不打我了 真是奇怪 七宝扭头看向她爹娘 我吃饱了 等爹娘吃完饭回房间 我有件重要的事 要跟你们说 然后就静止离开 老两口面面相去 总觉得自家女儿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房间里 富老爷盲问 宝儿这么正重 到底是有什么事 七宝缓缓拿出兑换的东西 开始忽悠 爹娘 是件大好事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看这个 一个晶莹剔透 仿佛有缩小了 无数倍的仙公镶嵌其中 还绽放出一闪一闪的光芒 同时一道空灵的仙音响起 惊得富老爷子和老陈氏 纷纷到抽了一口凉气 妈呀 这是个啥东西 越到恶毒丑丫头身上的七宝 花了五个功德值 从系统里兑换了个音乐盒 来忽悠富家爹娘 毕竟他走的是 行善积德路线 与原主天差地别 爹娘 你们别怕 这是仙人给我的仙公 父老爷子两口子 哪里见过闪闪发光 还自带音乐的东西 眼里满是惊恶 七宝正色起来继续忽悠 我撞了头昏迷的时候 做了个梦 梦里看到仙人了 仙人说 我本来是他坐下灵童 因为犯了错被别人间 他又指了指自己半毁容的脸 我之所以变成这副样子 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 如果我继续再和以前一样作恶 就会不得善重 除非我能改过自新 一直做好事弥补 才能功德圆满 位列先般 这个东西 就是仙公给我的信 父老爷子已经信了一大半 这宝物 确实不像人权的东西 这样无中生有的手段 也只有仙家法术了 老陈是文言激动的不行 我就知道 我们保尔是个有福之人 我们家出仙人了 七宝健壮趁热打铁 我本以为只是个梦 可帮小哑巴送药之后 我的头痛果然马上就好了 爹娘 我以前真的做了很多恶事吗 老两口面面相去 这些年女儿没少惹事 虽不能昧着良心说她没错 但依旧偏爱护短 你不过是打骂几下小哑巴 又没要她的命 算不得大恶 再说 当初要不是你捡到她 她说不定就死在极乐山上了 父老爷子想起 极乐山有仙人飞声的传说 而自家女儿 竟然是个来历不凡的 看七宝的眼神 越发慈祥了 七宝健忽有成功 又认真叮嘱老两口 爹娘 仙人说 此事是我最大的秘密 切不可告诉旁人 否则会有大难 父老爷子点头应下 人心险恶 这样的好事 可不能教外人得知 否则不知道要打什么主意呢 好孩子 快把仙宫收起来 七宝点点头 暗暗松了口气 园主突然性情大变这事 总算糊弄过去了 他也不怕东西落入别人手中 因为功德系统有储物功能 兑换的东西 能够存在里面 也能随着他的意念取出 十分好用 夜晚 不用担心身份败露的七宝 准备了吃的和药膏 决定去哑巴少年那 刷一波功德值 这一次 少年面对手腕被抓住 没有堵 整个人显得安静又乖顺 七宝一边包扎 一边告诉少年 伤美好之前不用你做事 吃的也会有人送过来 伤口涂过药之后 不要轻易沾水 你必须好好休息 面对七宝的讨好 少年不领情的 狠狠揉搓了下胳膊 仿佛身上染上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七宝知道 原主最亏待的 就是这个少年 他只能徐徐徒治 忽然瞅见少年脖子上挂的木牌 好奇地扯过来看了看 这是什么 少年愣了一秒后 挥手打开七宝的手 死死护着木牌 眼神厌恶地瞪着七宝 不明白 这个阴险恶毒的女人 又想干什么 七宝理解她的防备心 连忙解释 你放心 我不会抢你的东西 就是想看看 然后便见到木牌上刻着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几个字 七宝琢磨着 老叫少年小哑巴不合适 这木牌给了他灵感 给哑巴少年起了个名字 李泽明 他话音刚落 少年微微一正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脸上第一次 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情绪 转瞬立马瞥开眼 七宝见他的表情瞬间懂了 不会那么巧吧 你真叫这个名字吧 少年不说话 他立即转移话题 手臂上好药了 接下来是另一侧肩膀 把外衣脱下来一点吧 李泽明目着一张脸 将破旧的上衣吞去 露出光洁如玉的胸膛 美得格外撩人 人都是视觉动物 七宝这个颜值党 当场就被迷得挪不开眼 这小子也太好看了 脑子里黑白天使在打架 醒醒 他还是个孩子 不能被眼前所迷惑 赶紧积满功德值再说 甩掉思想准备上药 却发现药用完了 他蹲下来收拾 打算回头再去买点药 李泽明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想不通这个女人 在折磨了他整整半年之后 忽然变了态度 只有他最清楚 他是多么恨不得 将眼前的女人挫骨扬灰 可碍于形势 却不能动 七宝完全没有察觉 收拾好东西就准备走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来看你 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李泽明眼中 酝酿着激消嘲讽的情绪 这个阴险恶毒的女人 自己此刻所有遭受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 真是可笑 以为这点小恩小惠 就能让自己感激涕零 只要还活着 富家人当初加诸 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都会百倍千倍地讨回来 相比于李泽明的英语 七宝则是满脸笑容 因为上药又加了五个功德值 美少年不愧是功德值提款机 现在我一穷二百 只能委屈一桌柴房 等我有钱了 绝对好好带你 把你娘胎里带得病治好 再把你的奴籍熟出来 他心头已经有了打算 明天就在村子里助人为乐 先立个小木标攒 一百功德值 兑换木林树赚钱 丰田村 一山傍水 入眼所见 一派风景秀丽的田园山色 七宝起来的大早 看着干活的邻居 笑眯眯地迎着上去 徐奶奶 你要回家吗 是不是很沉 这些菜我帮你提回去吧 嘴里说着询问的话 却是直接从徐奶奶手上 抢过了菜篮子 听着功德值 加二的提示音 他跑得更快了 却把徐奶奶 禁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接下来 他又陆陆续续帮了几个老人家 邻居们各个像见了鬼一样 村里出了名的懒姑娘 竟然在帮自己干活 忽然一颗石子砸在七宝脸上 导致他身形不稳 摔了下去 几个熊孩子 发出哈哈大笑的嘲讽声 打中了打中了 富家有个丑八怪 又懒又馋 没人爱 丑八怪 你的脸怎么越来越难看了 这样还敢出门 想吓死人吗 原主受不了这样的扎心话 可现在的七宝司 毫不在意长相 有了功德系统 他以后想要变多漂亮都行 对于熊孩子 他可没什么耐心 小兔崽子不讲武德 老娘要把你们手打断 领头的熊孩子 见状不以为然的一边跑 一边做鬼脸 继续挑衅 却不想绊住了石头 整个人栽入河里 剩余的几个熊孩子 到底年龄还小 吓得手足无措 只知道哭 怎么办 桂宝掉河里了 七宝也是个半大的孩子 见状毫不犹豫跳进河里 很快便拖了 富桂宝往岸上游 但身体小很费力 熊孩子还乱挣扎 他提高了声音呵斥 小兔崽子别乱动 再乱扑腾 老娘不救你了 片刻后 终于带着熊孩子上岸 劫后余生 总算让熊孩子安静了下来 七宝四肢酸软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好在又加了二十个功德值 而与此同时 村民们也都陆续赶到了 还不敢置信的揉了揉眼睛 我没看错吧 那个缺德冒跑的富七宝 全在救人 难道七宝丫头转了性了 话说 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 其实七宝前世为了救人 特意找特种兵 学过自保能力 此刻村民不觉得富七宝丑了 没有获得牧林术之前 七宝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 助人为乐 积攒功德值 可他从早忙到晚 累死累活 才获得几十功德值 当踏入家门 就见李泽民四肢着地 费力地匍匐着 而他的背上 骑着一个少年 手上还拿着竹灭鞭子 挥得哗哗作响 七宝认出挥鞭子的少年 是他大哥家的儿子 今年十六岁了 而李泽民才十三 身体又一直不好 哪里撑得住那重量 此时人已经是满头大汗 手掌和膝盖都溢出了血 眼看着那鞭子 就要打在李泽民身上 七宝冲上前抓在了手上 你在做什么 富英 大侄子还没发现不对劲 笑呵呵地打招呼 小姑你回来了 我在骑大马呀 可好玩了 对了小姑 这臭小子居然在柴房里面夺懒 让我抓了个正常 富英话还没说完 七宝就已经扯着他的胳膊 把他从李泽民身上 强行甩了出去 富英这下不仅笑不出来了 还很疑惑 平日里 小姑不是最喜欢看自己欺负小哑巴吗 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不满地叫唤了起来 小姑你做什么 为了个童养父兄我 你至于吗 七宝幕吼了回去 他没有夺揽 是我允许他好好休息的 小哑巴是我的人 轮不到你来欺负 看着眼前再一次伤痕累累的少年 七宝认真的保证 阿泽 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辱 李泽民 闻言没什么反应 他心里是不幸的 不过是提升段位 想着怎么来折辱自己罢了 本就虚弱的身体 大房那边就闹哄哄的嚷了起来 妇婴浑身发痒 脸上都被抓出了血痕 七宝大嫂 看着又心疼又着急 大呼救命 叫大夫 他们这一番鬼哭狼嚎 傅家人都围了过来 大夫把麦检查了一番 表示没什么大问题 像是被毒虫咬了 涂歇药就好 妇婴脑子里面灵光一闪 立刻大叫 不是毒虫 刚才小哑巴用指甲划伤了我的手 没多久我就痒起来了 一定是他害的我 七宝可不愿意受欺负的 吉乐山了 都说了多少遍 那里面毒虫毒草猛兽多不胜数 被毒虫咬了 还赖别人 傅婴满脸委屈 盲解释自己没有 其实的确是李泽民暗中做的手脚 别看他面上柔弱好欺负 可实际里 傅黑狠毒症 老陈氏才不关心孙子怎样 一颗心放在七宝身上 见大夫来都来了 想着自家女儿 今天就人落过水 开头请求大夫帮忙看看 七宝表示自己没事 开头请大夫帮忙 给李泽民看看 他发了好严重的烧 周大夫见七宝活蹦乱跳 挺惊讶的 之前撞了头昏迷 差点都断气了 没想到还能醒过来 小丫头倒是有些浮运 眼头硬下 跟着去了柴房 大夫细细检查后 脸色变得凝重 这孩子身上的外伤 倒是没什么 我开些退烧药和药膏就行 只不过 他身上有非常奇怪的救急 使他极其虚弱 这样下去 怕是活不了几年 七宝文言思绪大开 想起原主捡到李泽民时 他就已经受了重伤 长相和气度都不凡 身上又挂着 不常见的客自木牌 看来阿泽的身世 另有蹊跷啊 给李泽民为了退烧药 将人放下 他实在是心疼 可怜这个少年 起身追问大夫 阿泽这病 有什么办法医治吗 周大夫想了想 表示这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只能用大补药材 尽量调养 可好药材 都是昂贵之物 大夫没说完的话 七宝也明白意思 只要挣到钱 寻到药 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我会慢慢还 你的病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想到这小孩 活不了多久 他心就闷闷的 完全没注意到 有人偷听偷看他 二哥家的孩子 富梨花 满脑子疑惑 什么叫原来的富七宝 这是什么意思 二亚巴天生带毒 身子虚弱 还被原主折磨得够呛 七宝亲生许下承诺 会好好带他 为他治病 还他自由 见人睡了 便离开柴房 功德系统忽然出现 恭喜宿主 功德值加二十 七宝默了默 照顾阿泽 竟然得了这么多功德值 看来阿泽刚才的情况 真的很危险 赚钱一试 刻不容缓 他扭头问系统 自己现在有多少功德值 系统告诉他 加上刚才的二十 刚好一百 七宝心头一喜 当即就兑换了 心心念念的木灵树 来生财 功德值一扣除 木灵树便化作一道金光 没入了他的十海之中 暖洋洋的感觉 包裹着全身 让他舒服地发出了声溃叹 虽然只是初级木灵树 不够够用了 等到完全吸收了 这一团金光 劳作所留下的 腰酸背疼 全部消失 只觉得身体 飘飘欲鲜 木灵树 不仅能治愈他 毁容的脸 还能让他一直保持 最健康的体态 几乎不会生病 要赚钱 更是手到擒来 在他离开之后 昏迷不醒的少年 却是猛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旁边放着的 那碗鸡蛋羹 曝光中流露出 浅浅的困惑 有一顿没一顿的 残渣剩饭 和现在相比 确实让他很迷 什么叫做原来的傅七宝 方才那女人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虽然发了高热 却并没有真正的昏睡 可傅七宝的言行举止 却是和之前大相径庭 看起来就好像换了个人 一个人的本性 又岂是那么容易扭转呢 为何他醒来之后 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不过 这也是自己如今的机会不是吗 李泽民默默地吃完了鸡蛋羹 次日 七宝去极乐山脚下 摘了些枝子花 埋在自家地里 忙碌一上午 终于把几十株枝子花苞 全部埋了下去 然后他伸出手 触碰枝子花的枝干 随着木林之气涌入 只见枝头迅速地 长出了几十个花苞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目放盛开 七宝满一截了 枝子花独特而又浓烈的香气 沁人心脾 他将盛开的枝子花 一朵一朵地摘下来 用木林树凝炼 一落在掌心 花朵瞬间枯萎 他的指尖就凭空多了 一滴无色的凝露 飞入他事先准备好的小刺瓶 用木林树提取的芳香精华 除了味道 还有安抚和舒缓情绪的作用 前世 他就是利用木林树 制作护肤品发家的 老陈氏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 见到自家地里 突然冒出这么大一片花田 惊得木凳口呆 我的妈呀 七宝 这是什么仙术 这个比他第一次见到仙宫 还要震惊 这些花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的脸 好像没那么红了 连龙肿痘痘都憋下去了 三日忧香不绝 老陈氏打开盖子 枝子花那独特香气 再次释放出来 香得他一脸的陶醉 天哪 我这辈子没闻过这么好闻的香气 感觉身上都轻快了许多 这简直就是百花娘娘下凡啊 宝儿 你这香露 若是拿到镇上那些胭脂水粉铺子去卖 并能卖个好价格 七宝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 赚了钱就能孝顺爹娘 可惜还缺些必要的花种 老陈氏文言很欣慰 闺女终于懂事了 并表示花种的事情交给他 明早就叫他那几个哥哥去极乐山上瓦 七宝见娘亲正开心 便提起另外一件事 娘 小哑巴的卖生气 我想找个机会还给他 宝用牧林树快速生长植物 提炼精粹制作香露 得到了老两口的支持 这两天都在忙着种花提炼 而李泽民这几日 再没有被富家人打骂和使唤过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忍急挨饿 体力也渐渐恢复了 这一日夜半三更 他悄悄摸入七宝的房间 亲手亲脚 寻找他的卖生气 所有最容易藏东西的地方 都被他仔仔细细地寻了一遍 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琢磨着 既然不在这屋 那么就只剩下父老爷子的主屋了 看来得想办法 把富家人都引出去 趁机摸鱼 床上睡得正香甜的七宝 翻了个身 打断了李泽民的思绪 他走过去 看着这个折磨了他大半年的恶毒女人 毫不客气地 伸手准备掐死七宝 就在最后一刻 他犹豫了 杀了这个女人 不过试图一时痛快 拿不到卖生气 跑了也是后患无穷 而且即便拿到卖生气 也需要主家同意 并花钱才能消除奴籍 而在富家唯一可以利用的人 也就只有这个 忽然性情大变的富七宝了 于是为了卖生气 他押住想要报仇的心 力所地将一切归于原位 离开了房间 次日 七宝带着他娘亲 在自家地里种花 提炼香露 隔壁邻居气喘吁吁闯了进来 打呼不好了 出大事了 猛地响起了喊声 吓了老城市一跳 喊啥喊 叫魂呢 没看到我们母女俩 忙着种花呢 邻居已经习惯了老城市的彪悍 忙解释 老嫂子出事了 你家男人和儿子们 在极乐山遇到了老虎 富家其他人也听到了动静 陆续走了出来 没一会儿 在村民的帮助下 富老爷子全身挂踩 鲜血淋漓地躺着 昏迷不醒 富二旦和富四合 手臂和腿上都缺了好些肉 富大山舌了腿 也在一旁痛得直叫唤 富三海和富五江 只是些普通的擦伤 并不严重 但他们明显被吓破了胆 嘴里一直喊着 极乐山大老虎 七宝更是担忧和内疚 毕竟他们都是为了 找花才进的山 怎么会这样 老大家媳妇情世 直接把怒火发泄在七宝身上 都怪小姑子你 要不是你非要种什么花 公爹就不会带着夫君 他们去山里 不去山里 就不会遇到老虎 更不会伤成了这副样子 眼神呆滞的富三海 和富五江回过神来 也一股脑的朝着七宝发泄 没错 都怪小妹 都是你害的 富大山听了这话 不乐意的回怼 三海五江 刚才你们丢下爹 和我们就跑 这会儿冲什么好汉 富五江两人不服气的回怼 那能怪我们吗 那种情况 谁不想活命 大哥 你敢说 你不想跑 你就是跑得不够快罢了 场面一度混乱 谁也没有注意到 柴房的门口 一个瘦削的人影 悄悄溜进主屋 没一会儿 他就找到自己的卖身器 揣进了怀里 同时将一份伪造的砌书 按照原来摆设的位置 放了回去 才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屋子 冷冷一笑 这牵制着自己命运的东西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而富家人终将自食恶果 七宝因着全家人的指责 一颗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可他也没什么好反驳的 园主留下的烂摊子 他必须去承受 柴房门口的少年 看着七宝被家人怨恨责怪 孤立在外的情形 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笑意 很期待这个恶毒的女人 痛哭流涕的模样 老陈氏忽然大吼 行了 都给我闭嘴 拿上钱带大衫 他们去镇上的回春堂 扁大夫是神医后人 还是御医 一定能治好的 老陈氏发话 几个儿媳也不敢在大吼大叫 都忙着收拾去镇上 秦氏路过七宝身边时 小声嗲嗲 小姑子 你就是个丧门星 你大哥要是以后走不了路 老鸟我跟你没玩 富七宝抬起头 迎上嫂子们怨愤的眼神 冷静开口 要是指责我 能让你们心里好受些 那就随你们高兴吧 几个嫂子 对于小姑子的 不哭不闹的模样 都有些争了 其实若是换作原主 怕是早就委屈的直哭了 可惜 如今的七宝骨子里 就是个成年人 又岂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大受打击 情势嘴里骂骂咧咧 看着七宝的背影器 都不打一处来 七宝又认真正中的承诺 爹爹和几位哥哥的事 我会负责的 我先去叫牛车 一直在等着七宝哭泣 狼狈的李泽民都争住了 本以为这个女人 会承受不了这样的变故 可她居然表现得如此镇定 让她想要报复的心 没有一点快意 这个恶毒女人的变化 可不是一般的大 热闹看完准备回屋 七宝却在离开前 忽然想到了她 扭头冲着她大喊 阿泽过来 你陪我一起去 七宝却不知她这一声阿泽 再次震惊了李泽民 这个亲密的称呼 除了她的生母 再无旁人叫过 这女人两次都叫得这么准 乡间小路上 李泽民若有所思跟在后面 七宝也满腹心思 还是解释了下 家里现在很乱 你留下来或许会被我连累 我把你送到村长家 你在那里等着我 别怕 村长家里人还是很好的 不会有人欺负你 李泽民微微愣住了 看她的神情 有些古怪和诡异 这女人难道真的在担心我 为了验证心里的想法 她快步追上去 抓住七宝的衣服 七宝停下脚步 生生楚楚可怜的神情 让眼狗的七宝 顿时遭受到了会心一击 这么好看的男孩子 就是要拿来宠的 你是想跟着我吗 李泽民乖巧地点头 表明自己的态度 七宝笑了起来 当即就同意了 摸了摸李泽民的头 好阿泽别怕 放心 我会保护阿泽的 她这动作和话语 也让李泽民的心猛跳了下 夜晚 老臣是和大媳妇 从镇上回来 二媳妇三媳妇 赶忙询问情况 老臣是悲痛 而又无奈的开口 老大还好 挣个骨不算什么大伤 只是老爷和老二老四 被老虎咬的伤势太厉害 连大夫说 要百年的人生入药 才能性命无碍 老臣是一说出这件事情 家里人奇奇变了脸色 那得要多少钱啊 老臣是见五媳妇贤贵 不太愿意治 态度强硬到 多少钱也得治 就是把地卖了 也必须治 他话音刚落 五儿子就跑了出来反对 娘不能卖 卖了田地 我们吃什么 难道要我们一大家子 出去当讨饭的吗 傅武将好赌 经常往镇上跑 他表示自己 认识一些雅行的人 他们专门挑选好看的女孩子 送到大户人家当奴婢 样貌越出众 身价越高 你看桃花 梨花 梅花 荷花 都样貌出众 到时候我去说说价 肯定不止一百两 老臣是清楚 五儿子是什么德行 当即抡起拐杖 就要揍老五 你放屁 当丫鬟有一百两 你糊弄鬼呢 是把人卖去窑子里的吧 老二家媳妇也不乐意了 好你个老五 你这丧良心的 凭什么要卖我家荷花 你怎么不卖你家菊花 傅武将装出一副 大意凛然的模样 菊花还小 人家看不上 这都是为了旧爹 和二哥四个呀 院子里吵得不可开交 屋里傅梨花听到 害怕极了 他不要去那种下三滥的地方 更不想死 当下便尖叫出声不要 跑出去跪在老城市面前 阿奶 娘 武叔 求求你们不要卖了我 要卖就卖小哑巴吧 他比我们长得都好看 肯定能卖高价钱 作为家里最大的权威之人 老城市 猛的剁了剁拐账 够了 我们富家就算再穷 也不会卖而卖女 弟没了 辛苦劳作还能换回来的 父母将却仍不死心 继续劝说 可是娘 小哑巴算不上 咱们家的儿女不是吗 刚从外面回来的七宝文言 中气十足的大吼 谁也不许卖 李泽民一副怯懦的表情 跟在七宝身边 谁也没注意到 他眼中一傻而似的杀意 七宝为了在家里 有足够的话语权 决定重磅出击 娘不用卖人 也不用卖地 我有办法 老城市无奈地开口 这次家里 是真的遇到了大危机 七宝凑过去小声暗示 娘放心 你忘了 我还有那件宝物吗 老城市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并把这场卖 卖女的闹剧切断 让大家各自回房休息 钱的事 不用他们操心 回到柴房的李泽民 脸上怯懦的表情 瞬间变得冷漠 同时点燃了火折子 这一家人丑恶可笑 不怎么能因为一点小恩小惠 就忘了深仇大恨 卖身器已经到手 傅家自顾不暇 再也没有 什么能阻止我复仇 一把大火 就要彻底烧掉 这肮脏的一家子 火苗刚起 房门就被人敲响 阿泽 你睡了吗 李泽民现在的身体情况 还不能正面对付 活着的傅家人 掩盖住火苗 换了妇人处无害的表情 打开了房门 美少年口不能言 只用一双夜空般深邃的毛子 看着七宝 月色下的容貌精致美好 让七宝对他毫无解心 上次七宝用木林树 一套操作下来 镇住了老陈氏 趁机开口 要把李泽民的卖身器还给他 但老陈氏不同意 今天家里人竟想把小雅巴卖了 让七宝有了警惕之心 于是趁着老陈氏不注意 偷拿了卖身器 来到柴房找李泽民 阿泽 你看这个 这里面是你的卖身器 原本我打算过段时间 拿着这个去官府 消除了奴籍 再还给你的 不过现在看来 还是早点放到你的手上 才能安心 有了这个 谁也不能卖掉你了 你自己好好保管 最好找个地方藏起来 隐秘一点 谁也找不到的那种 李泽民双手紧紧地抓着那木盒子 眼中竟是混乱迷惑 而又震惊的神色 半年来的折磨和煎熬 让他再清楚不过 这个叫傅七宝的女人 有多么的阴狠不辣 多么的让人憎恶痛恨 可如今人还是那个人 可他的行为举动却变了 就好像重新换了一个灵魂一样 七宝见他受宠若惊 很理解这个可怜的少年 捧起他的脸再次叮嘱 明天我会去镇上 为了以防万一 你明早就躲到村长家去 等我回来接你 听明白了吗 李泽民能感觉到 眼前的傅七宝 没有丝毫恶意 与其真诚 眼神坦荡 全是对他的一片关心和赤诚 心底深处 生出了从来没有的暖意 烧红了半张脸 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七宝很喜欢这个长得好看 又乖巧的少年 夸了句阿子真拐 天色不早了 我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吧 关上房门 李泽民垂下了毛子 从怀里掏出真正的卖身器 心里叹息 早知道这样 就不必特意去偷来 换成假的了 也更加肯定这个女人 绝对不是当初 那个阴狠毒辣的傅七宝 可她到底是谁呢 看来要找出这个答案 还得在这里待上一阵子了 经历了太多的黑暗 李泽民的心中 已经很难再去信任一个人 但他鬼使神拆斑 想看看这个女人 究竟会不会履行她 说出过的承诺 提起水壶 将柴房里面的那一堆火星 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她原本是打算一把火 解决掉附家所有人 可如今 因为七宝的缘故 改变了主意 夜色之中 一张精致的轮廓 若隐若现 漆黑的毛子里 是一片神秘莫测的幽深 暂且放过你们 你们没被烧死 都是沾了她的光 与此同时 刚回到房间的七宝 就收到了系统提示音 恭喜宿主 得到350个功德值 我干啥好事了吗 阻止阿泽被卖 就奖励这么多功德值吗 七宝不知这么多功德值 还因为他无意间 救了一家子的性命 才懵懵亮 七宝便去叫醒了李泽民 让他记得去村长家 交代完后 便跟着他娘亲和几个嫂嫂 坐着牛车摇摇晃晃 赶往镇上 乡下的牛车简陋 这一坐便是半个时辰 七宝只觉得腰酸被痛 十分怀念上辈子的汽车 在老城市的带领下 朝着回春堂的方向走去 到了门口 老城市交代几个儿媳 进医馆照看人 自己则和七宝去找老六 老三媳妇一脸愁容 可是娘 我们只给了医馆五十两 药只够用到今天晚上的 老城市不想看着他们哭哭啼啼 很强势地开口 钱的是 我和七宝会想办法 你们在这老是等着就行 繁华热闹的街道 七宝却没有看到 他理想中的埋主 老城市深信 自家闺女得了些人点话 有些犹豫不安 这仙宫你当真要卖吗 七宝笑着恩了声 为了给爹和哥哥们治病 没有别的法子了 娘 这镇上最大的首饰铺子 是哪一家 老城市告诉她 是金家的金玉楼 不过 金家是皇商 身份珍贵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靠近的地方 傅七宝想了想 金玉楼既然是卖各种昂贵的金银首饰 那自然人人都去的 不过 首先咱们得去趟成衣铺子 用剩下的钱包装一下我们 毕竟 如果他们就这样进去 一看就是普通村民 那手里的仙宫也得贬值 还要遭人怀疑 片刻后 金玉楼门口停下了一辆豪华马车 走下来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 和一个戴着面纱的妙龄少女 怎么看都像富贵人家 金玉楼的小二 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 夫人小姐 里面请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 七宝一身绸缎衣服的好处来了 店小二热情地推销着 我们金玉楼中的各种首饰配饰 都是几十年功夫的大师 亲自制作的 两位不知道想买些什么 七宝故作轻了 我们先看看再说 若是有重义的 再换你便是 店小二知道 有些客人确实不喜欢他们跟着 很时序地应了声一边忙去 老陈事件小二走了 低声询问七宝 现在大厅这里只有我们两人 接下来怎么办 七宝因为被木林树淬炼过身体 所以耳聪木林 此刻悄悄使用木林树风功能 窃听这栋楼里的谈话 与此同时的三楼贵客厅 金玉楼掌柜 正一连产妹地讨好一个贵少年 袁少爷 你想要什么 尽管让人传唤一声便是 何必亲自辛苦过来一趟呢 金玉不慎在意道 不是说铺子里面 最近从仪人那边 收了一批新鲜好货吗 本少爷想要看看 有没有得心的 到时候选了送给老祖宗 废话就不必说了 带本少爷去看看 两人的对话 接收入了七宝的耳中 这一听就是有钱人 运气不错 音乐盒应该是可以高价卖出去了 他睁眼倾笑着回老城市的话 买家来了 他话音刚落下 就见衣着富贵的袁少爷 皱着一张脸下来了 什么好货 都是些俗气玩意儿 掌柜的担心着袁少爷生气 满脸的焦急的跟在后边 少爷您别生气 我马上叫人再去找找 七宝立即走出来 伸手拦住了少年 金玥当即一乐 没想到在这锦阳镇 还有人敢拦自己的 七宝不等他说话 就微微行了一礼 阁下便是金玉楼的管事人吧 小女子冒昧 不知金玉楼收不收宝物 掌柜的正因为 没有讨好到袁少爷 欢心而气闷 剑状不耐烦的剑 呵斥七宝 哪来的小丫头 我们金玉楼不是当铺 只卖珠宝首饰 不收破烂 一宝淡定从容拿出墓盒 掌柜的可以先看看再说 若是入不了你的眼 小女子自然不会留在这里 自讨没去 掌柜的文言依旧不感兴趣 正想出声打发走 就接收到袁少爷的暗示 于是他立马改了口 姑娘若真有宝物 我们看看倒也无妨 他心里才不相信 眼前女子能拿得出什么宝 一点都不期待 七宝把一个不大的墓盒 递在两人跟前 揭开了之后 顿时一阵宝光闪烁 见惯了好东西的金玥和掌柜的 都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恨不得将那墓盒子抢过来 七宝间胃口掉得差不多了 直接关上了墓盒 心中知道此事已经成了 金玥倾咳一声 掩盖自己的失态 也同时暗示掌柜的出马 这东西我要定了 掌柜的领悟到了少爷意思 此刻态度也分外的好 方才是我们唐突了 姑娘楼上请 去三楼想谈如何 随后七宝跟着 一起上了三楼雅间 他让人把窗帘放下来 然后再次打开那个木盒子 请大家细看 透明的圆形晶体之中 却镶嵌着一座 他们从未见过的宫殿 还有雪花在其中飞舞 如此奇悟 便是见惯了宝贝的袁少爷 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七宝按了下音乐和背后的开关 一曲空灵悠扬的月亮之上 便响了起来 那只在里面的灯光 跟着闪烁 月发美得如梦似幻 金元惊叹不已 这宝物 竟会自己名奏乐曲 且这旋律如此新奇 妙哉妙哉 恨不得立刻拿手上把玩 七宝不想用功德值兑换电池 便把开关关了 音乐立刻戛然而止 他接着忽悠 此物名幻雪顶仙公 所奏乐曲 是异域仙人起舞之曲 金元文言 自动挠不出了恶挪多姿 仙气飘飘的异域美女 起舞画面 七宝见对方想歪 毫无心理负担 心想自己也不算说谎 毕竟这乐曲 可是广场舞大妈的最爱 收回心神 她接着忽悠 这仙公本是我家祖上 代代相传的至宝 只可惜 小女子家道中落 父母在前年得了重病去了 我为了治病 也为了有足够的盘缠 继续上路 不得已之下 只能将家中祖传的宝物卖掉 听闻金家是锦阳镇的大户人家 金玉楼更是有着百年的信誉 小女子便冒昧来了 这仙公普天之下 独一无二 到了金家 也好过埋没于雍鹿之辈的手上 他这话说的相当漂亮 金玉很满意 姑娘既然遇难 才不得不卖掉家中宝物 我金家也不会承认之威的 这雪顶仙公本少爷要了 姑娘开个价吧 七宝相当聪明的 把这个难题甩给他 早就听说 金家世代为善 最是后能 这价钱少爷定吧 小女子相信少爷 金玉自认 自己有看人的眼光 此刻认真的思索了起来 觉得眼前少女举止优雅 应该的确如他所说 是家道中落 一个闺中少女 如此不易 还这么信任于自己 要是自己报了个低价 那简直就是十恶不受 何况这雪顶仙公 却非俗物 爱到京城 说不定是大功一件 这般一想 他张口就是 本少爷出一千两银票 买你的雪顶仙公 北京音乐盒 在现代价值一百块 七宝对着富贵少年一顿忽悠 硬是让人主动开价 一千两购买 老陈是听到 袁少年出价一千两这个数字 差点失态惊呼出声 要知道他们附加一大家子人 辛辛苦苦几十年 累死了 已挣不到一千两 掌柜的也是吓着了 他承认 雪顶仙公是难得的宝物 可眼下对方 既然陷入困境 就该适当拿捏对方 商人自然是唯利是图 尽可能的压价才是正理 他不赞同的开口 唤了声少爷 金元立声道闭嘴 他知道掌柜的要说什么 但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宝物 金家有的是钱 只要能拿下就好 他急切地看向七宝 姑娘要是同意 本少爷这就让人去准备契约书和银票 七宝心中也在算计着 这个时代的银子价值很高 一两银子等于现代的五百块 一千两就是五十万人民币 他这个水晶音乐和放现代 才值一百块 这笔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 当下便爽快抬手作一 那就多谢公子了 小女子感激不尽 能否再劳烦对一百两的现银 金元见七宝 没有随口加价 很是满意 应了声没问题 然后又吩咐成掌柜 去准备契书银票和现银 少爷发话了 掌柜的也就不多说 听话照办 七宝顺利谈妥生意 拿到了钱 便辞别了金元和掌柜的 慢慢下楼 老陈师这才释放他和激动 七宝啊 一千两银子啊 娘这辈子都没见过 七宝忽然冲着一旁的店小二喊了声 抬手朝货架上一指 给我家妈妈拿一个足精的手镯 就那款 现在就结账 店小二高兴地取了镯子过来 老陈师看着黄灿灿的金镯子 十分喜欢 只是上面标价五十两 他有些心疼 不舍得买 宝儿 这镯子这么贵 娘年纪大了 哪里带得了这个 七宝不在意地笑了笑 没事 我们不是挣钱了吗 这不算什么 明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一番话说的老陈师眉开眼笑 将镯子戴在了手上 女儿果然是小棉袄啊 结了账 母女两人走出了金玉楼上了马车 七宝让车夫在镇上多绕几圈 不远处 一身黑衣净装的人 正偷偷跟着马车 马车里老陈师一点不减 宝儿 你刚刚为什么要吩咐车夫 带咱们绕路 七宝表示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这样陆富贵 要防止被人盯上 先在城里绕上几圈 再找个僻静处停下 一会儿换了衣裳 我们再去一管 让扁大夫 给爹和哥哥们开药 老陈师越发觉得 自家姑娘聪明 做事稳妥 七宝为了不暴露了身份 避免因为那音乐盒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也是煞费苦心 他取出两百两银票 和剩下的五十两银子 给了老陈师 余下的七百两银票 直接存到了系统空间里 不用担心丢失 而后母女俩换回衣裳 立刻摇身仪 变成了山村农妇 和毛丫头 走在路上 完全引不起 一点注意的那种 与此同时的金玉楼 那个身穿黑色镜装的男子 正恭敬地朝着金元汇报结果 金元摆了摆手 示意那男子退下 居然跟丢了 这小丫头倒是机灵 也罢 丢了就丢了 让她去吧 手上把玩着音乐盒 眼中浮现出一抹性慰 这样的工艺 还有建造的材质 整个大唐皇朝 都是闻所未闻 这小丫头 身份不简单啊 掌柜的 也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可惜了 要是能从对方口中 打探出制作之法 我金家便又多了一条财路 金元摆了摆手 行了 我金家做生意 可不幸用这种阴毒的手段 更别说这姑娘式的机灵人 早有警惕 怕是从今往后 在景阳镇都见不到这两人了 更何况 对方也不见得知道制作之法 否则又怎会沦落到如今 这样的警惕 另一边回春堂里 父老爷子等人躺在床上 几乎无法动弹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生一场大病 就是倾家荡产的命运 匾大夫还特意交代他们 至少要在医馆待上三天 才能把人接回家去 而且半年内都干不得重活 可他们的全部家底五十两银子 却根本撑不到三天 所有人一片愁容 这会儿 见到七宝和老陈氏回来 老大媳妇赶紧跑过去询问 娘怎么样 借到银子了吗 老陈氏还没说话 父老爷子就激动的要爬起来 借什么银子 老婆子你去找李夫子了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不准去找那个老家伙 老六是父家改换门庭 唯一的希望 绝对不能入坠里家 眼看着父老爷子情绪不稳 老陈氏赶紧解释 老头子你别激动 别听他们瞎说 我没去里家借钱 你就放一百个星吧 医药费的确是筹到了 但不是借来的 这说起来 都是多亏了宝尔 老陈氏眉飞色舞的 将七宝拉到了跟前 兴致勃勃的说起了 母女二人之前准备好的说辞 宝尔在路上 救了一个险些 被金马撞到了的老人家 没想到 那人竟然是金家的一个祖老 他听说了我们家遇到的困难 那祖老竟是直接给了 宝尔二百两银子 说是报答宝尔的救命之恩 宝尔这孩子就是太孝顺了 把钱都给了我 老头子 你们都可以好好安心养病了 老陈氏把功劳都给七宝 为的就是好好震慑一下众人 以后才能继续维持 女儿在家里特殊的地位 哥哥嫂嫂们 文言都惊呆住了 所有人目光异样的看着七宝 都震惊着嚣张跋扈的小姑子 居然化解了家庭生死危机 七宝乖乖的站在那里 也有些发虚 毕竟先公的事情不能吐露 临时变的借口有点假 摸不准大家信了没 下一秒就见大嫂冲到自己跟前 这是真的 居然还有这种气势 金家 莫不是咱们锦阳镇 那个首富金家 他二嫂也跟着金呼 是在京城做皇商 还有人当大官的那个金家 七宝健壮点点头 暗暗松了口气 都信了就信 老陈氏一有机会 就给七宝增加砝码 宝尔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剩下的五十两银子 他还特意说了 要给你们爷们几个 多买点不平养身体 你们可都要记住了他的这份心意 几个儿戏连连点头 打心里欢喜 不用卖田地和孩子 真是太好了 只有富老爷子眼中 露出了狐疑神色 显然有些不相信 有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而与此同时 七宝的十海里 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功德值加六十 七宝也很欢喜 救了富家几条人命 加上之前攒下来的 他现在一共有 二百多功德值可用 富老爷子心有怀疑 便打翻了几个媳妇出去忙活 压低声音 问老陈氏银子 究竟是怎么来的 老陈氏知道 瞒不住英明的富老爷子 走过去把卖了先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说了 富老爷子和当初老陈氏 一样的想法 文言大惊 你怎么能这么做 那先功可是保尔身份的象征 怎么能卖了 七宝健壮 赶紧过去 好严安抚两人 爹 没事的 要是先功能救了爹和几位哥哥 这也是功德 先人定然不会责怪的 剩下的银票 我怕丢了 用先人 教我的隐匿之术藏了起来 等回到家中 就交给爹爹保管吧 富老爷子毫不犹豫的 开口拒绝 不用了 那是你的银子 爹让你卖了先功 就已经很对不起你了 你自己收着 以后当嫁妆 也有底气 老虎的事情不能怪你 你不用放在心上 那是意外 我们都没有进去那山 富老爷子的态度 让七宝心中充满了暖意 觉得园主有这样的父母 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 他也没有推辞 这么多钱 还是放在系统里面最安全 遇到要用的时候 他也方便行事 道了句谢谢爹 又借机 给李泽民谋福利 对了爹 我一直想和爹娘商量一件事 现在有了银子 我打算去官府 给小雅巴削了奴籍 再给他上个户口 毕竟以前是我亏待了他 老陈氏赶紧出言劝阻 关子两张口 咱们没有门路 去削奴籍 还要买户口 恐怕要花上百两银子 以后我们对他好点就行了 七宝却是毫不松口 娘 一开始就是我们做错了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都要给他自留的 老陈氏还想继续劝说 傅老爷子就瞪了老陈氏一眼 行了 既然宝尔想做 那就这么办吧 其实傅老爷子心里对李泽民 一直都挺愧疚的 如今女儿懂事了 自然要支持 过段时间 等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就去官府把这事给办了 你们先回家去吧 傅七宝展颜一笑 行了一礼 谢谢爹 谢谢娘 解决了小哑巴的事情 他也可以彻底安心了 遇到了这次的意外 七宝买香露的事情 也暂时搁置了下来 一切都等傅老爷子 他们伤好了之后 再做打算 这肉包子要两文钱一个 傅家人也不能经常吃到 老陈氏高兴之余 又有些不解 宝 你要是真喜欢小哑巴 就留他入坠 消了奴级 不怕他跑了吗 七宝不慎在意到 跑了就跑了 会跑的才是人啊 还没到家门口 远远看到三个 不停奔逃的身影 正是七宝的三哥和五哥 傅梨花大呼救命 阿奶 小郭 救救我 三叔和五叔要卖了我 老陈氏赶紧下车 中气十足地怒吼一声 住手 你们两个兔崽子 要干什么 老娘走之前说的话 你们都荡成耳边疯了是吧 胆敢卖纸女儿了 能耐啊你们 傅三海和傅五江 见娘亲提前回来了 心里也郁闷得很 绝不承认自己私下的打算 便说 他们没有要卖人 是梨花这死丫头乱说的 追她 是因为她偷了家里的银子 傅梨花很清楚 这里谁最大 赶紧告状 阿奶 我没有偷钱 三叔和五叔 因为小哑巴 逃到了极乐山里 他们抓不到 所以就想卖了 我们姐妹 七宝听到这里沉下了脸 你说什么 傅梨花很会采人弱点 可怜兮兮的看七宝 小姑 我没有撒谎 你们走之后没多久 三叔和五叔 就想抓小哑巴去卖 谁知道 小哑巴干脆逃进了极乐山 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傅五江见傅梨花 口齿伶俐的告状 凶神恶煞的威胁 见丫头闭嘴 胡说八道些什么 老陈氏抡起拳头 就要教训 这两个初老是甩锅 还竟做些不入流举动的儿子 你娘我眼睛没瞎 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 老娘我看得出来 我怎么就生了你们两个不成器的魂球 银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感动这样的心思 老娘就让你们净身出户 七宝心思飘远 他虽然没有进去过极乐山 可外围就出现了蒙虎 那里面的危险程度 就更不用说了 李泽民身体那般孱弱不堪 遇到山中野兽就死定了 自己承诺过 要保护他 还他自由 可现在却又因为傅家人的缘故 让他再次遇险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要去极乐山 把李泽民找回来 老陈世见女儿不对劲 赶紧与众心肠的开口 极乐山太危险 可去不得呀 七宝明白老陈世的心情 绝不会让他去冒险 便故作疲惫 表示自己累了 想睡一会儿 到房间后 七宝打开功德系统 兑换了大力丸和金钟罩 这功能能维持一天的时间 大力丸能让他力大无穷 金钟罩能让他抵抗一吨以下的物理攻击 所以就算是遇到了猛兽 他也不用担心 准备妥当后 就翻窗跳了出去 避开了家人视线 直奔极乐山 与此同时 极乐山深处 李泽民受了些伤 躲在大树上规避老虎 威武凶狠的白虎 可不会就此放过到嘴的肉肉 一人一虎就这么对峙着 其实父老爷子 他们被白虎咬伤 是李泽民故意在他们身上 放了招猛虎的香草 才引来白虎的 这本是他对父家人的抱负 不料今日轮到自己 真是报应不爽 他本以为自己会葬身虎口 却不想着老虎喝了他的血后 竟对着弱小的自己 俯首称臣了 还发现自己和白虎有了感应 他居然能够读懂白虎的心思 命令于他 如此诡异离奇之事 在短暂的惊骇过后 李泽民平静地接受了 多了一个强大的依仗 对他而言 好处居多 大方地坐在白虎背上 任由着白虎 带他往更深处走去 片刻后 白虎在一片野花前停了下来 李泽民顺着他的身体滑下来 一脸惊奇诧异地 看着那株通体紫色 隐隐发光的植物 白虎用尾巴拱了拱他的身体 仿佛在催促他往前走 李泽民看着发光的紫草略微沉吟 莫非这就是极乐山传说的仙草 随即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摘下了那株紫草 放进了口中 反正他已经身重不治剧毒 身子孱弱不堪 不管是仙草还是毒草 也不可能变得比现在更糟了 然而接下来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他体内横冲直撞 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那股力量捕碎 疼得他全身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此时七宝靠着木林术的感应之力 避开了危险的动物 进入了极乐山深处 阿泽等我 如果你出了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始终不见人 他只能冒着引起猛受注意的风险 扯着嗓子 小哑巴你在哪 他想让李泽民知道自己在找他 就在这时 他耳边忽然响起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七宝以为是李泽民 高兴地顺着声音的方向靠近 阿泽是你吗 然而回应他的 却是白虎的吼叫声 突然冒出来的庞然大悟 把七宝吓了一大跳 啥也不说了 跑吧 野生老虎惹不起 大哥 别追我呀 我不好吃 跑着跑着 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的血色身影 他顿时大喜 终于找到你了 然后像老母鸡护仔一样 和老虎对峙了起来 也不许你吃他 即便情况再危险 他也不会丢下李泽民不管 心里很清楚 跟大白虎硬刚是刚不过的 那么打不过就跑 他迅速吞下大力丸 一股暖流 袭遍全身 体内仿佛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然后轻而易举地抱起李泽民 狂奔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看着身后一直跟着的大白虎 他严重地怀疑 这白虎就是伤了爹爹他们的那一只 二亚巴意外收服大白虎 得以吞食仙草 洗经伐水的疼痛 使他昏了过去 进山来找他的七宝附下大力丸 抱着他一路狂奔 七宝不知 白虎已成了李泽民的坐骑 他一边跑一边 在心里计算野兽凶猛残暴 为了不伤及无辜村民 他没有往山下跑 即便有系统加持 他也没能甩掉白虎 忍不住咆哮一声 阿泽呀 你往哪里躲不好 非要跑进极乐山 真是笨蛋 急于摆脱白虎的他 并没有发现 怀里的少年睁开了眼睛 李泽民发现自己被七宝抱着 而这个女人急促的呼吸声 和奔跑的速度 让他好奇地看了一眼身后 当看到紧跟其后的大白虎 他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同时神情复杂地看着七宝 昨天晚上这个女人 竟然将卖身器还给了自己 而现在 更是独自闯进了极乐山来救自己 被老虎追也不打算把自己扔下 心中转过千百个念头 终究都是无解 然而更多的却是困惑 这个女人乃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和速度 心下再次肯定 这个护着自己逃亡的女人 绝对不是原来的父七宝 他貌似在说 我在保护你啊 这还是听话的止住了脚步 七宝跑着跑着 忽然发现身后没动静 赶紧扭头确认 太好了 那大白虎不跟了 差点以为我要交代在这里了 阿泽你没事吧 见怀里的少年没醒 他的大力丸药效也过了 于是找了个大树靠着歇会儿 看着少年满身血污叹了口气 你又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你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低下头开始检查李泽民身上的伤口 血怎么是黑色的 他拿衣服轻轻擦拭了一下 放在鼻尖闻了闻 那骨恶臭味提神又行了 好臭啊 你是在粪坑里面滚了一圈吗 七宝的脸皱成一团 赶紧平住了呼吸 却没发现 李泽民的手握成了拳头 耳根也莫地红了 是女人居然嘲笑我 既然这样 那就让你多担惊受怕一会儿 继续被臭吧 他演示得很好 七宝没注意他的情绪变化 还认真的给李泽民擦拭身上的脏污 怎么还不行呢 回去可得让周大夫好好看看 随着七宝在他身上游走的动作 李泽民装不下去了 缓缓睁开眼睛 又是一副人畜无害 弱小可怜的模样 七宝忙出声 阿泽你醒了 怎么样 疼得厉害吗 不要勉强 我帮你回去 李泽民那颗向来冰冷的心 有了淡淡的暖意 他伸手指了一个方向 他知道那里有条小河 而第一次进极乐山的七宝 自然不知道 他出声确认 你是想去那边吗 李泽民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真的不想 因为自己太臭被嫌弃 多一会儿时间 两人就到达了河边 李泽民扎进水里 只露了个脑袋出来 在边上洗手的七宝 忽然看到 一旁有许多鱼心草 一脸惊喜的撸起袖子 正好摘来提取精华 做止血药 给阿泽疗伤 他摘到一半 李泽民洗干净 一身脏污上了案 七宝惊讶地发现 李泽民那原本遍体鳞伤的伤痕 居然都消失不见 然而 面对这么美好的肉体 七宝却只关心阿泽身上的伤 真想说一句七宝 你的关注点不对啊 李泽民穿衣服的手一顿 他现在别说伤了 就连救伤也没了 想来想去 应该是那株仙草的原因 还真是因祸得福 七宝迎上李泽民 一双羞愤的毛子 和比女人还要好看的精致面孔 这才有了迟来的脸红心跳 见李泽民用衣服遮挡 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赤裸裸的眼神 很像是准备非礼小美男的大色狼 他刚大的撇过头 你快把衣服穿好 别着凉了 李泽民好似什么都没发生 默默地将衣服穿好 七宝满脸的愧疚之色 阿泽 今天我已经筹到银子 给爹他们治病了 不会把你卖掉的 以后也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家吧 他笑着朝李泽民伸出手 而李泽民已经确认 眼前的女人不是之前的父七宝 所以没有排斥 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 七宝牵着他往家走 李泽民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双手 和少女身上传来的温度 只觉得好温满 而身体似乎也轻快 以前他走几步就气喘吁吁 头晕耳鸣 体内的剧毒 无时无刻不燥养刺痛 现在身体却是从未有过的舒畅 莫非那紫色的药草 真的有用 解了我体内的剧毒 两人赶回傅家十天已经黑了 准备偷偷溜进去 却被老陈石抓了个正着 阿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去极乐山了 就为了把小雅巴找回来 你要真出了事 我非让他陪葬不可 七宝赶紧出身化解仇恨值 娘 我没进去 是阿泽激烈 他没有去极乐山 是躲在河边的草堆里面 就是我找到他的手 划了一下 掉进了河里 还是阿泽把我拉上来呢 你可千万别生气 冤枉了他 老陈石显然不幸 无疑地看着他 真的 七宝上前 挽住老陈石的胳膊撒娇 步步往里走 当然是真的 好了娘 我好冷啊 想赶紧把衣服换了 途中他回头 冲李泽民眨了眨眼睛 示意他快回去 没事了 李泽民看着被松开的手 温暖也随之不见 看着老陈石的背影 皱了皱眉 嘴角动了动 真是碍眼 下一刻他脸上流露出震惊和狂喜 显然也没想到 十几年了 自己居然能开口说话了 连因为母体的缘故中了胎毒 所以出生 就身子缠若口不能言 所有看过他病症的大夫 都说他活不长久 更别想开口说话了 本已接受现实的李泽民 却不想因为这次意外 不仅能说话了 胎中带的毒 也随着血污排了出来 他觉得 极乐山真是机缘宝地 可以多去走一走 打算在丰田村 再待上一阵子 心中对七宝的身份来历 颇感兴趣 到底是人是鬼 我一定要弄清楚 如今就继续装哑 暗中观察看看 另一边房间里面 老陈石把七宝全身 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定女儿安然无恙后 才真的松口气 宝啊 下次可千万不要这样了 娘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七宝老老实实的听讯 心中也充满了感动 这虽然是原主的父母 对自己好 却是真的 既然占了原主的身体 自己以后 也要好好待他们 就在母女俩说话之际 老二家媳妇 忽然闯了进来 娘 不好了 梨花她病了 发了高热还说着胡话 我怎么叫都叫不行 现在可怎么办 老陈石一点都不喜 这个懦弱没有主见的二儿媳 文言赶紧起身往外走 蠢父 那还等什么 快去请周大夫来啊 算了 让老五去请 要不是他们张罗卖人 梨花怎么会被吓出病来 七宝亲身安抚老陈石 娘 您先别着急动气 我们这就去看看梨花吧 此时此刻 傅梨花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桃花和梅花 正满脸焦急的在旁边照顾着 傅梨花不停地喊着冷 身体也不断抽搐 七宝伸手摸上去 却是全身滚烫 这情况比起上次李泽民发烧 更严重 七宝暗暗叹气 梨花这孩子虽然有些心机 还害过阿泽 可毕竟还是个孩子 他催动了木林丽 在傅梨花体内游走 木林丽蕴含生机 虽不知道有没有用 只希望能缓解一下症状等待回来 片刻后收手时 傅梨花已经呼吸平稳 不再抽出寒冷了 而这时 周大夫也提着药箱过来了 七宝松了口气 赶紧腾位置让开 心想 阿泽身子那么弱 今日也受了惊吓 可千万别下出什么毛病来 立刻转身去柴房 不亲眼看看 他不放心 此时柴房里 李泽民正在心里 规划自己的复仇大怒 忽然听到敲门声 他脸下情绪 打开了房门 七宝见他精神很好 向来苍白的面容 居然还有着淡淡的红韵 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有些惊讶 阿泽你没事吧 说着还伸出手 摸了摸李泽民的额头 不冷也不热 是正常的温度 很好 李泽民眯起了眼睛 他没有想到 七宝会有这样的举动 却奇异的没有露出排斥的表情 七宝很想问问 李泽民在极乐山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看少年迷茫的表情 估计也不清楚 更别说 他根本不能开口说话 罢了 我也就不问了 总之 伤好了 比什么都好 李泽民看着七宝友善的笑容 红了耳根 垂下眸 他身上的伤痕 瞬间消失的异样 原本就想装傻充乐 却没想到这个女人 主动放起刨跟追底 作为眼狗的七宝 看着李泽民身上 光洁如玉的肌肤 再次感叹 上天对他的厚爱 不过就是太瘦弱了一点 这样可不行 忽然伸手握住李泽民的手表示 过两天 要进城去接跌点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们去买好吃的 李泽民垂下眸子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双手 好温暖 身体有种异样的灼热和依赖 红着脸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七宝的提议 确定李泽民安然无恙后 七宝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倒头大睡 夜深人静的时候 二房发了高烧 终于平复下来的妇梨花 猛地睁开了眼睛 不要杀我 脸上满是惊恐与绝望的神色 此刻的妇梨花 已经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 也终将成为周里的那颗老鼠石 两日后 七宝带上李泽民 跟着老城市 去镇上回春堂 接父老爷子他们 病情已经稳定了 只要每天按时喝药 不要太劳累 休养上一阵子 便可以完全恢复了 七宝拉着李泽民 叫住了扁大夫 我家还有个病人 他身子很弱 你能帮他看看吗 之前我们村里的大夫 说他有救急 很难治愈 而且他不能开口说话 扁大夫慈祥地点了点头 仔细检查了一下 李泽民的咽喉 又专心地把了把脉 在七宝紧张的神情下 笑着开了口 别担心 他的身子的确很虚弱 但没有什么大病 只是营养不良 至于雅吉 他的嗓子是好的 或许是因为别的缘故 才会无法开口 七宝觉得 只要身子没问题 那就好办了 拉着李泽民 向扁大夫 真挚地道了生险 而李泽民这下 彻底确定 自己的身体是真的好了 那紫色的药槽 果然神奇 又想起昨晚上 体内凝炼出的一丝内力 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我终于拥有了 梦寐以求的力量 一家人出了回春堂 七宝让老陈是他们先回 他打算带着李泽民 在镇上买些东西 毕竟爹爹和哥哥们 大病出狱 需要好好补补身子 老陈是件女儿 越来越懂事顾驾 自然同意的 我的宝儿真是孝顺 注意安全 早去早回 老大家媳妇 也再次刷新 对小姑子的认知 这丫头居然会关心家人 这是真的转心了呀 七宝又雇了辆牛车 到最大的粮油铺子 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大米面粉菜油 五花肉排骨 猪下水和油镖等等食材 一买就是好几十斤 之后又去了布庄 买了好些细年布 安静无声的李泽民 眼中满是疑惑 买这么多上好品项的食材 这女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一切的谜团 都在眼前这个性格 大变的女人身上 以前的傅七宝 自私阴暗而又暴力 绝对不会为了别人不顾一切 哪怕是她的亲人 也不可能 可现在的她 却是温暖的 就好像出生的太阳 在她心中投下一道光 你究竟是谁 七宝买了一堆吃的用的 回到丰田村 听到了动静的傅家人出来 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孩子们看着一箩筐的 肉馋的直流口水 嫂子们的目光 落在了那鸡皮布料上 挪不开眼 老陈是时刻不忘 给自家女儿码家庭地位 行了 都别为这了 把东西都搬进去 这可都是七宝买的 你们都给我记着点七宝的好 老陈是一声令下 家里人立刻动手规整 七宝对着小侄儿们招了招手 过来 小姑有好东西给你们 打开了一包麦芽糖 孩子们都知道 小姑像来吃毒食的 敢动就会挨打 虽然流着口水 也不敢伸手 小姑 这真的给我们吃 七宝想起原主的极品行为 笑得越发友善 你们拿着美人两颗 不准抢别人的 有了这话 小侄子们才敢接过来 一个个欢天喜地 谢谢小姑 一直默默无声的李泽民 莫名有些不爽 原来他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好 我不是独特和唯一 下一秒 手上就被七宝塞了一整包麦芽糖 忽然而来的举动 让李泽民微微一愣 七宝笑着示意他 不要吱声 阿则是单独一包 别告诉别人 李泽民刚才有多不爽 现在就有多欢喜 略带羞涩地点了点头 嘴角也微微上扬 七宝这个眼狗都看呆了 笑起来的 则真好看 此时此刻 角落不远处的傅梨花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流露出古怪震撼的神色 傅桃花捧着棉花被 尖妹妹在那里发呆 诧异地走了过来 梨花 你并刚好 怎么跑出来的 傅梨花吓了一大跳 赶紧收敛神色回头 二姐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包这么多棉花做什么 老实巴交的傅桃花 毫不隐瞒 这是刚才小姑 让我给小雅巴封的被子 小姑还给了我二十个同伴 让我自己留着做嫁妆 解分你一半 别告诉娘 傅梨花眸光闪了闪 二姐 你说这被子 是做给小雅巴的 傅桃花恩了生 是啊 我得抓紧时间弄好才行 傅梨花得到确定回答后 一把抢过被子 二姐 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不如让我帮你做吧 今日傅家的午饭 是前所未有的丰富 堪比过年 老陈氏照例吹捧宝贝女儿 洗脑儿子儿媳 和孙子孙女 你们能有这样的口福 都是多亏了宝 你们一个个的 都得记住宝得好 还有老三老五给我下桌 你们两个丧良心的没得吃 面对家里人指责的目光 傅三海和傅五江 只能任命去啃白馒头 七宝准备了些好吃的准备 端到柴房给李泽民 半路被傅梨花喊住 一双水盈盈的毛子 正可怜兮兮的看着她 小姑今天照顾的衣食 梨花感激不尽 这饭菜 是要送给小雅巴的吗 我来送吧 免得小姑辛苦 虽然傅梨花将情绪隐藏得很好 可七宝拥有牧林术 她早察觉到 傅梨花暗暗观察的目光 不过这样的眼神 她今天从家里人身上看得多了 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毕竟她现在的所作所为 的确和以前的傅七宝天差地别 反正只要糊弄住了 傅老爷子和老陈氏 他们知道自己 是要做善事做好人 并且乐见其成 那就足够了 笑着回答行 反正谁送都一样 正好我吃多了 有点想上厕所 就麻烦你了 端着东西的傅梨花 看着七宝离去的背影 勾起一抹阴险的笑容 吃柴房里 李泽民捧着那一包卖牙糖发呆 长这么大 他从来没有尝过糖的味道 就在此时 听到了门外此碗相碰的声音 他以为是七宝来了 急忙跑过去打开房门 可见来人不是七宝 而是那个两面三刀 装模作样的傅梨花 他不着痕迹的皱了皱眉 为何来的不是他 转瞬收起他失落的神情 傅梨花娇柔一笑 阿泽 我来给你送饭了 李泽民毫不客气地转过身去 傅梨花像是看不懂李泽民的不带劲 鼓起勇气 上前将食物放桌上 用充满了愧疚的语气开口 这些是我特意拿来的 快趁热吃吧 对不起 之前许多事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出于无奈 你恨我怨我都可以 李泽民冷冷地看着他 眼中飞快地闪过一抹击消 他那仿佛看穿了一切的视线 却是让傅梨花心惊肉跳 脸上温柔的表情 都快要维持不住了 李泽民心里冷哼 不是故意 三番四次将自己做下的事 栽赃陷害给不会说话的哑巴 人前却擅装无辜可怜 这样的道歉 也只有傅家那群傻子 他会被他骗得团团转 便是原来的傅七宝 暴力凶狠 也没有这么歹毒的心机 如今又来做做讨好 真是令人作误 傅梨花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知道这个少年是骄傲 而又距人于千里之外的 想要走进他的内心 得到他的信任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别说之前 让他替自己背了多少刺锅 只能慢慢攻略了 阿泽 你快趁热吃吧 待会儿我过来收拾就可以了 等到他的背影消失 李泽民关上门 反手就将饭菜倒在了地上 阿泽这两个字 也是你能叫的 如今他寄人篱下受尽折辱 却依旧挺直了胸膛 丝毫没有敌人一等的模样 外的傅梨花 明白自己手占失败也不气馁 我傅梨花已今非昔比 既然我是天选之人 那么李泽民你这块肥肉 就一定是我的 后园花田 七宝把在村里 找到的野生卢慧幼苗 种了下去 熟练的施展木林树 催生改良 化为精纯的凝露 被他装进了小瓷瓶中 没多大功夫 他就把卢慧精华提炼完毕 装了好几个瓷瓶 因为家里人出事 七宝没空去行善 花路赚钱一事 也荒废了不少 如今一切回到正轨 他要开始赚钱了 有了这卢慧精华 就能拯救许多 像圆主一样的敏感痘痘机 造福无数古代妇女 到时候 功德值和小钱钱 就会源源不断 想想做开心 两日后 傅梨花抱着做好的被子 又来到柴房找李泽民 阿泽 这是我给你缝的新被子 你看看喜不喜欢 李泽民自然是不会开口回答他的 不但如此 神色还十分冷淡 傅梨花并没有因为 李泽民的态度而退却 反而兴致勃勃地继续说 阿奶和小姑买了布 要做新衣服 你喜欢什么颜色 到时候 我把我的那份都给你做衣服 这样你就有换洗的可以用了 梨花 你这丫头跑哪里去了 别多懒 时间不早了 快去山上砍猪草去 老陈氏的声音 在门外响了起来 傅梨花听到之后 眼中闪过一抹不耐烦的神色 转瞬就给压了下去 现在翅膀还不硬 反抗不了 他站起身 冲李泽民温柔地笑了笑 那我先去忙了 阿泽你好好休息 等他走了之后 李泽民这才冷哼了一声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到 这辈子 明明是傅七宝 让傅桃花做的 还给了二十个同伴 被你拿来含糊其词 借花献佛 当我瞎吗 没有利益的事情 傅梨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 他这些举动 又是为了什么 还有傅七宝这个蠢女人 居然会被这种货色混骗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看我了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算了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借着剪柴火名义 去极乐山 让白虎 给自己寻找珍贵的灵草 早日恢复经脉修炼武功 才是正事 傅梨花一场大病 觉醒了前世记忆 得知家中的小雅巴 李泽民将会是未来的帝王 于是 开启各种讨好献媚 想挤掉七宝 可李泽民对他送来的东西 置之不理 但对七宝给的糖果 小心真是 无论傅梨花多么殷勤 他总是带着疑虑 与戒备观察对方 可面对七宝 却是乖巧害羞的模样 李泽民严重的双标行为 让傅梨花 有了除掉七宝的想法 另一边 七宝使用牧林术 提炼了卢慧精华后 便去找傅老爷子 谈为李泽民 消除奴籍一事 傅老爷子见女儿一心行善 也帮着张罗起来 县令大人手下 掌管户籍文书的主部 就是村长的女婿 要想消掉小哑巴的奴籍 这事儿去找村长最方便 那宝儿 你去拿个篮子来 我们买些东西 就去村长家 七宝点了点头 还是爹爹想得周到 对了爹 我最近还想进县城一趟 去问问卖香路的事 傅老爷子有些诧异 我们还有不少银子 为何如此着急 七宝表示银子虽有 但卖先公的银子 不方便拿出来 而且咱们家 也要有个正经的镜像才行 傅老爷子文言 一脸慈祥的拍了拍七宝的头 宝儿说的有道理 但你一个姑娘家 独自进城不方便 过两天爹 陪你一起去 此事说好后 两人便去了村长家 一直到傍晚时分 才回到傅家 老城市急忙迎了出来 问他们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七宝笑着回答 村长说帮打听打听 有消息在知会我们 送了五两银子的 应该问题不大 又四下看了看 没见到李泽明的身影 不安的出声询问 娘 阿泽呢 老城市搀扶着 父老爷子进屋 文言不慎在意地回了去 他自己拿着被篓 去捡柴火了 估计快回来了吧 七宝想起李泽明 那虚弱的小身板 有些担心 天色这么晚了 可别在山上出什么事 不过 当他在乡间小路上 远远看到一个熟悉身影时 忽然觉得自己 似乎是想多了 精致俊秀的少年 慢悠悠啃着野果 恍若闲停 漫步般走着 而在少年身后 跟着一个背着装满了柴火 且艰难缓慢 向前移动的女子 此人赫然是傅梨花 所以七宝担心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 相反李泽明还过得很滋润 一时间 七宝有些哭笑不得 这时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阿泽居然在使唤梨花 他想起之前傅梨花 因为各种原因 让李泽明背飞锅的事 或许是并一回 良心发现了 觉得愧疚 想要弥补一下之前的错误 他觉得傅梨花这孩子 还有得救 他也就不去帮忙了 免得浪费梨花的一片真心 七宝小跑了两步 大喊了声阿泽 李泽明听到熟悉的声音 眼中莫对出现了 连他自己都没发现的亮光 静止加快了脚步 走到七宝的面前 两人并肩向前走去 背着重物的傅梨花 远远跟在身后 心里很不愤 这人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这样的殷勤 居然连个眼神都换不来 实在是可恶 不过小姑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对小哑巴这么好 以前的小姑 绝对不是现在这样的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他说 我不是唯一的重生者 小姑也和我一样重生了 他回想起上一世 根本没有发生 爷爷和几位叔白 被猛受所伤的事情 倒是五叔欠了赌债 但他因为顾忌小姑 没有对小哑巴动手 可为了还钱 便偷偷把他 卖入烟花之地 一开始 他也哭闹着反抗过 可最终还是在 老宝的毒打之下屈服了 在他被卖之后不久 傅家发生了一场大火 十几口人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唯一例外的是小姑父七宝 他被斩去四肢 浮烂在后院水缸中 小哑巴的尸体从未找到 直到十年后 他死在蛮族刀下时 才看见那城墙上 君临天下的身影 正是李泽民 才终于明白过来 傅家被灭门 全是李泽民的报复 因为他们伤害过他 得罪过他 没想到 今生一次高烧 在醒来时 竟回到了十年前 傅梨花深吸一口气 将那段不堪的记忆压了下去 然上天给我重生的机会 就要把握好 今生我傅梨花 一定要成为人上人 记得距离前世 发生傅家人被烧死的事情 也只有一个多月了 必须在这一个月内 取得李泽民的信任 成为他的身边人 未来的天下 绝我的一半 他看着七宝和李泽民 这般清静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小锅 你挡我路 可不要怪梨花心狠手辣 先一步回到傅家大院的七宝 正把笔墨指宴 取出来摊开 唠叨一旁的李泽民 以后不要乱跑出去山上了 很危险的 你还想被猛兽再追一次吗 李泽民挑了挑眉不知声 心里在纠正七宝的说法 不是猛兽 是宠物 七宝想起扁大夫说 李泽民的嗓子没有问题 无法开口 是因为心里的缘故 他猜测 是被园主虐待受到了刺激 这锅还得背 只能慢慢想办法 开启他的心结 叹了口气 你没法说话 我也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今天起 我教你学任字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写字告诉我吧 我先教你写你的名字吧 他在纸上 写了李泽民三个字 用的是这个世界主流的历书 可写出来的字 丑得不忍直视 实在是打击他 这个老师的信心 毕竟是个现代人 这种繁体历书 确实太难为自己了 李泽民见此暗呼好丑的字 眼中有着淡淡的情绪波动 七宝以为李泽民是孤儿 肯定没有上过学 所以有了点自信 将笔递给他 来 阿泽试试看 李泽民拿起笔 歪歪扭扭的 在纸上落下一团 横七竖八的雾脊 七宝按的好家伙 居然写得比自己还丑 走过去 直接抓起李泽民的手 一起握着笔 柔声道没关系 出学吗 我来手把手教你 重新将他的名字写了一遍 阿泽看清楚了吗 两人的身体隔得很近 耳边甚至能感觉到 对方那温热的呼吸声 淡淡的花香萦绕 李泽民微不可见的眨了眨眼睛 心想抓住你了 就算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变化 从恶毒到善良 可身上的气味和自己 也会突然骤变吗 贴身伺候了傅七宝半年 他能确信 眼前的这个女人 绝对不是原来的傅七宝 她是孤魂野鬼 还是山野精怪附身 不对 这样好闻的香味 她莫不是花妖 李泽民被原主傅七宝折磨了半年 她甚至比傅家人 还要了解对方 任何细微的举动和习惯 此刻七宝贴身教她写字 身上好闻的花香 让李泽民确信了 眼前这个女人 绝对不是原来的傅七宝 是孤魂野鬼 还是山野精怪附身 她的脑海中思绪乱开 本就在敷衍的情况下 自写得更加不堪入目 一个时辰也不见进步 引得七宝深深的叹气 你该不会是没这个天分的 上天果然是公平的 打开一扇门 就会关上一扇窗 我们阿泽长得这么好看 人无完人嘛 没关系 我不会放弃的 我们可以从笔画少的自恋起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然而李泽民完全没有被她安抚到 这个蠢女人居然嫌我笨 明明是她自己的自慢得要死 这已经是第二次 被这个女人暗中嘲笑了 其实这些字 李泽民三岁就会写了 在她没有被卖掉流浪之前 她的母亲虽然疯癫 到底还是教不她一些东西 为了隐藏身份 故意藏桌 可是被七宝小瞧了 很是不爽 于是决定不在藏桌 露一手让七宝不敢再笑话她 而七宝觉得李泽民身体瘦弱 将来重庄稼可不行 琢磨着供他上学考个功名 好安身立命 他走神这一会儿功夫 李泽民就照着他的字样 写了一堆在旁边 轻轻敲了敲桌子 让七宝看 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七宝一大跳 好家伙厉害了 居然写得和我写得一模一样 七宝竖起了大拇指 毫不吝啬地夸了起来 我们阿泽真聪明 我果然没看错 我就是砸锅卖铁 也得功尼考功名 听着七宝的称赞 李泽民脸颊瞬间冲血通红 很是满意的勾起唇角 七宝也开心极了 就说我们家阿泽长得这么好看 绝对有出息 从兜里掏出了一颗糖作为奖励 塞到李泽民嘴里 忽然而来的举动 让李泽民微微一愣 然而嘴里那甘甜的味道 是如此陌生 而又让人留恋 舌头一卷 舔到了七宝的手指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两人四目相对 好像有粉色泡泡在飞 七宝刷得红了脸 赶紧收回手 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天色有些暗了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李泽民见他害羞的模样 忽然笑了起来 少年本就容貌出众 笑起来的时候 仿佛春暖花开般 让人沉醉其中 无法一开视线 七宝好不容易压下去心动 再次活跃了起来 他赶紧将人往柴房推 好了别傻笑了 快停止散发你的魅力 以后每天都要学习半个时辰 不许偷懒哦 关上门后 七宝深呼吸了几次 这孩子笑起来太要我老命了 再这么下去不出二十 我就得心脏打桥了 柴房里 李泽民勾纯清笑 道是个意外心软的精怪 他已经把报复 附家人的名单里 将七宝移了出去 这晚七宝倒腾完他的乡路 准备梳洗睡觉 明天好早起进城卖东西 当他走到梳妆台上的时候 却末地发现 桌子上忽然出现了 并会被吓一跳 非得闹个天翻地覆不可 可七宝却是打开窗子 将死老鼠丢了出去 明天再找他们算账 他却不知 罪魁祸首正躲在窗檐下 静待他的反应 死老鼠正好丢到了妇梨花头上 他忍着恶心 极力不让自己尖叫出声 等到窗户再次关上 他才站起身 心想不对劲啊 为什么小姑没有反应 他上辈子可就是这么被折磨死的 如果小姑也是重生的 不可能对上辈子自己的死法 无动于衷 难道我猜错了 眼睛迸发出强烈的怒意 真是那样的话更好 我妇梨花可是活了两辈子的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拿什么挡我的路 一夜好眠的七宝 早上起来精神被爽 将卢慧焦涂了一层在脸上 他脸上的痘痘 也因为卢慧焦淡了很多 现在出门都不需要待面纱了 收拾妥当 他开开心心地走出屋子 虽然已经来了两次镇上 但每次都是匆忙的 今天有父老爷子带着 七宝趁机询问了解一番 锦阳镇虽然不大 却也有四大家族 几乎掌控了整个锦阳镇的经济 其中身份最高的 自然是皇商金家 其次是做胭脂水粉生意的白家 负责官府眼影的徐家 以及青楼赌场的赵家 白家是本地望族 徐家和县令有殷亲关系 赵家掌控着锦阳镇的 三教九流的地下势力 个个都是有着靠山来历的 七宝想了想 自己就认识 上次买仙宫的那个地主家的傻儿子金家 这次要不要再找金家合作呢 傅老爷子摇摇头给出建议 宝我们都是普通百姓 贸然和白家抢生意 是会招来大货的 你这香路最好是 拿到白家的铺子去卖 七宝文言点了点头 爹说的是 您见多识广 这件事情就交给您来办吧 我都听爹爹的 妇女两人直接去了白家的御资格 还没靠近门口 七宝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汁粉香味 心情舒畅 好香啊 傅老爷子笑了起来 这是镇上最好的香料铺子 不过 比起我们宝的香路 还是差远了 妇女俩走进去之后 傅老爷子就表明来意 是有香料想要出手 守在柜台后面的 是个面带精明之色的中年男人 漫不经心的开口 客人手上有什么香料需要鉴定 七宝拿出小瓷瓶 打开木塞 一股强烈的 却又格外清新宜人的枝子花香传出 仿佛瞬间让人置身于花海之中 这气味浓烈 而又不刺鼻 清雅又有余韵 掌柜的顿时来了兴趣 伸出手将那瓷瓶拿了过去 看到里面竟然只是些透明的液体 顿时惊讶不已 这是什么 傅老爷子不卑不亢的开口 这是我家祖传秘法 炼制出来的香路 数百朵枝子花 才宁练一瓶 留香持久 一滴便能三日不散 还能宁心尽神 不知欲资格对此物可有兴趣 掌柜的琢磨着 这香路虽好 却是白家都没有见过的东西 还是要谨慎查看 防止出事 就在这时 门外聚拢了好些被香气吸引而来的客人 好香啊 掌柜的 你们店里可是进了新的香料 快拿来我看看 掌柜的香路多少钱 好货藏着掖着 是瞧不起人是吗 这些客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购买 店小二手忙脚乱解释 这是样品 暂时不卖 傅老爷子知道对方不可能马上相信他的话 于是神色更加从容镇定地表示 这瓶香路可以先留在掌柜的手上 欲资格尽管检验 三日后 老夫再亲自过来 说完之后 便带着七宝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他这样的姿态 反倒是让那管事的另眼相看 对手上的香路越发重视了起来 香路不凡 或许真是装好生意 到时候主人高兴 我这管事位置 说不定还能生一生 是不要慌 气势先拿出来 傅老爷子 镇住了欲资格掌柜的 约定三日后再来详谈 出来后 七宝对着傅老爷子 竖起了大拇指 爹爹果然厉害 那管事明显蠢蠢欲动 被女儿崇拜夸赞 傅老爷子很受用 你爹我年轻时 也是见过世面的 今天时间还早 我们去你六哥那走一走吧 七宝文言 开始在脑中搜索 关于六哥的事 傅家所有人里 也就六哥还未见过 根据原主记忆 六哥父系流逝的读书人 性子温和 娶了老师李夫子的读女 现在住在镇上 他觉得 如果这个六哥真如原主 记忆里是个好人的话 自己倒是不建议 继续供他考科举 毕竟在这个古代 要挣钱 还是有个靠山的好 有个当官的哥哥撑腰 他才能放开手脚 做生意赚钱 傅老爷子 半天没得到女儿回答 疑惑地回头 怎么了宝儿 想什么呢 七宝笑着打马虎眼 没什么 我再想给六哥六嫂和小侄子 带些什么礼物过去好呢 桃李乡附近的宅子 住的都些小妇之家 邻里和善 见了傅老爷子 都热情打招呼 这不是李夫子的亲家老爷吗 又来看儿子了 傅秀才今日木休 应该在家呢 傅老爷子谢过热心的邻居 熟门熟路地朝着李家宅子走去 两个小孙子 见到他立刻小跑着冲了过来 爷爷 你怎么才来啊 薛儿好想你 傅老爷子一张严肃的老脸 笑成了一朵菊花 看到七宝 小家伙忍不住抖了抖 不过还是扬起了天真的小脸蛋 小姑便好看了 七宝不是原主 他很喜欢这种 可爱又会说话的小孩子 把早就准备好的糖分给了他们 还轻轻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 软软的让人爱不释手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六嫂 李氏走了出来 看到七宝和父老爷子 急步走上前来 将七宝和两个孩子 不着痕迹的隔开 脸上却是一派温婉的神色 爹 宝儿 你们来了 快进屋喝茶 子萱子昂 你们才玩了十子 别离姑姑太近 别把姑姑的衣服弄脏了 七宝尖状顿时了然 这是怕我欺负小孩子啊 原主造的孽 我又背了一次锅 有什么办法 只能受着呗 李氏接过父老爷子手上的东西 态度倒是十分恭敬热络 公公 我爹带着夫君 今日去拜访镇上的几位举人了 还没回家 我让王叔去找他 你和小姑先歇着 走了这么久 应该累了吧 父老爷子挥了挥手 不用找 老六出去会有事正事 秋围只有几个月了 多交流交流经验也好 我和宝儿就留在这里 吃个午饭就行了 正好看看两个孩子 他话音刚落 门外就跑了一个 满脸惊慌的蒲从 不好了 小姐 姑爷快要被人打死了 怎么办 李氏文言也跟着紧张起来 莫叔到底怎么回事 把话说清楚 原来今日李夫子 有事留在王举人府上 傅刘夕回家路上 遇到了几个童窗 被邀去甄修阁品名 商议秋为科考之事 结果有个童窗喝醉了酒 对着隔壁 屏风后面的一个男子 嘲笑了一番 说对方面容丑陋 不堪入目 这辈子定是不能参加科考的 偏偏这话被那男子听见了 男子是县令方大人的嫡幼子 就是因为容貌出了问题 才不得不放弃科考 本就心里憋屈 居然还被几个平民嘲笑羞辱 于是当下便换了蒲丛 将傅刘夕他们抓起来 独打一顿 而且还专门让人打脸 若是留了疤痕破了笑 便是再怎么才学出众 也与科举无缘了 是听了来龙去脉 赶紧指挥蒲丛 去找他爹来真修阁 又回头叮嘱两个孩子 在家别乱跑 他要去求县令公子 让他放了自己夫君 傅老爷子赶紧跟上 老六家的 我也去 脚下一个不注意 差点摔倒 还好七宝眼 几手快扶住了他 爹 你先别着急 或许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呢 六哥他只是被牵连的 就算是县令家的公子 也要讲道理吧 此时真修阁里 三个书生被毛巾堵住了嘴 被一个蒲丛轮流伤耳光 锦衣华服的县令公子 深受县令和夫人宠爱 性格十分张扬霸道 冷漠命令重重打 花了十多分钟时间 李氏他们赶到现场 见了三人的惨状 李氏当下 便跪在男子面前 磕起头来 县令公子 求你发发慈悲 放了我家夫君吧 傅老爷子也跟着开口求饶 公子 我儿子他知道错了 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他这回吧 县令公子不为所动 反而正大光明诬陷 这三人是贼 合谋脱了本少爷的钱袋 还摔碎了本少爷的玉佩 如此萧小之辈 自该投入大牢 严加审问 说完就当着众人的面 掏出一个玉佩扔了出去 落地就摔成了碎片 傅刘希 见着操作满眼惊恐 深深体会到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投入大牢有了案底 这辈子都晚了 七宝和傅老爷子 也面面相去 这玉佩一看就价值不菲 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毁了 当面颠倒黑白 这是摆明了 不想讲理 七宝心中一沉 来到这个世界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 平民百姓和上位者之间的差距 若此时自己用功德系统 兑换隐身符 把人救出去 也难免日后会牵连全家 不可硬碰 得想个委婉的办法才行 心烦意乱间 他抬起头 看清楚了那县令公子的容貌 顿时有了办法 县令公子不耐烦的命人 把傅刘希三人 送到县衙大牢后审 七宝回神大喊了声慢着 静止走到了那县令公子面前 公子 我哥哥他并没有嘲笑公子 不过是受了同窗的牵连 只要你能饶了他 我就有办法 让你继续参加今年的秋尾 县令公子冷笑了一声 这话他听了很多 结果每次都是失望 看着这个居然敢走到 他身边来的平民丫头 满脸的戾气 哪来的黄毛丫头 简直是放肆 父老爷子吓得半死 赶忙出生 让七宝快回来 不要冒犯了公子 而七宝却是又上前了一步 公子 你应该本来是可以参加秋为的 只是因为脸上忽然长了这些东西 所以才不行的吧 我有办法 让你的脸 恢复以前的容貌 不信你看我的脸 果然如对方所说的那样 七宝又趁热打铁 公子你肯定看了很多大夫 吃了很多药 可脸上的情况 反而越来越严重吧 我家有治疗秘方 只要公子你饶了我哥哥 小女子一定尽心尽力 争取在秋为之前 让公子恢复如初 县令公子不甘心 就这样顶着别人嘲笑的目光过一辈子 想考取公民走出井河阵 因为这番话动摇了 若是你做不到呢 七宝胸有成竹的承诺 若是做不到 到时候便任由公子处置 县令公子看着信誓旦旦的七宝 倒是有些佩服他的谈色了 本少爷可以相信你一次 放了你哥哥 不过你必须跟本少爷入府 望无际的极乐山密林深处 俊美少年李泽民正盘膝坐着 而他身边一只大白虎 乖巧地趴着打赌 最近李泽民总是找机会 偷偷修炼武功 开始布局他的复仇之路 随意一掌 带起的掌风犹如利刃 轻松地将一棵大树拦腰斩断 力量过后的爆炸声 把大白虎惊醒了 主人好厉害 李泽民自己也没有想到 威力居然有这么大 他所学的心法和武功 是镇国公府穆家的家传绝学 当年幼时的他 无意间偷看到穆将军传说孙的一幕 而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一直记在心里 可惜当时的他身子弱 不能洗脸 没想到服侍了紫草后 不仅化解了体内的剧毒 更是仿佛洗髓骨般 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力 除了自己的努力外 最要感谢的 就是这只大白虎 谢谢你带我找到仙草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大白虎嗷呜了一声 表示不用谢和布什 李泽民需要隐藏实力 没法把大老虎带身边 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 拉着肩 怀里的书掉在了地上 这是七宝给的启蒙书籍 李泽民捡了起来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那女人也好意思叫我背 我小时候就能倒背如流了 说好了 要天天教我练字 现在又不见人意 他把书重新放进怀里 朝着山下走去 看着满天的霞光 都这个时候了 他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在古代男女大房严重 七宝深知 自己去了县令府上 没有好果子吃 说不定 最后就成了对方的丫鬟小妾之类的 于是他笑着摇摇头 公子身份尊贵 待我进府 岂不是会妨碍了公子的名声 而且治疗公子的药材特殊 医馆里面是没有的 必须我亲自去林中采摘才行 不如公子 每天选择一个时间去我哥哥家中 让小女为你治疗 知道了我哥哥的住处 往后身家性命都在公子手上 公子也无需担心 我骗你逃走 县令公子也觉得 拿捏一个丫头效果不大 便同意了七宝的提议 挥了挥手 让人把傅刘希的两个铜窗 先扔进大楼 至于七宝他们 则可以走了 那两个铜窗 用恳求的眼神看向七宝 希望他能给自己求情 七宝倒是想帮忙 毕竟能加功德值 可现在却并不是开口的好时机 只能等他真的治好了对方的脸再说 傅老爷子和李氏赶激了一声 赶忙过去搀扶起傅刘希 欠令公子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并且警告七宝 别耍什么花招 忽然后果很严重 随后七宝几人终于离开了真修阁 回到李家宅子 傅刘希深深叹了口气 可怜我那两位铜窗过不至此 我却无能为力 七宝出身安抚 六个不要担心 我现在只能救你一个人 等我得到方公子信任 会跟他求情 放你两位铜窗出来的 傅刘希看着自家妹妹的眼神 是从未有过的惊讶和疑惑 七宝在她的印象中 七宝自信地回答 爹爹放心 可傅刘希却没办法这么淡然 她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了全家人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爹让您担心了 是儿子不孝 你和宝 还是赶紧走吧 秦娘 你带上子萱子昂和岳父岳母 赶紧离开镇上 越远越好 县令公子 这边由我来周旋 便是隔出了公民 也好过牵连全家 李氏拼命摇头 他哪能舍得自己夫君独自面对 七宝看着傅刘希 仿佛商量后世一样的颓废 心中有些好笑的同时 也认可了这个六哥 那么自己自然也要全力互端 六哥 我的脸以前是什么样子 你应该清楚 我要是没有把握 也不会拿全家性命来冒险开口的 傅刘希夫妻俩 闻言都欲言又止 傅老爷子是亲眼看到女儿的脸 一点点恢复的 而且宝有先人指点 他说行就一定没问题的 老六 我相信宝 你先冷静下来 一家子简单地用了午膳 就在七宝和傅老爷子 准备回丰田村的时候 李家的大门却被人踹开 县令公子带着几个仆丛 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宅子 七宝率先出生 方公子不是约好明日吗 这才几个时尚 县令公子表示 你要的东西 本少爷已经准备好了 没必要拖到明日 只见一个墓盒里面 摆放着一根笔银针大些的东西 七宝拿起来看了看 不得不承认 有钱人找的工匠就是厉害 不仅速度快 这粉刺针 做的也是分毫不差 县令公子默然的目光看着七宝 既然如此 那现在就开始治疗吧 不过 本公子若是出了钉点闪失 你们全家人都得陪葬 七宝笑容温和 眼中却隐藏着一股淡淡的冷意 方公子放心 请到客房稍坐 他原本可以用木灵术慢慢治疗的 可谁让这县令公子 欺负他六哥呢 所以把无痛换成了有痛模式 然后又让他六嫂 取来一面铜镜 用火灼烧粉刺针消毒 公子忍着点 可能有点疼 县令公子 目光落在了粉刺针上 显然不相信这么个小东西 就能解决困扰了 他许久的面容问题 你这真靠谱吗 七宝使用激将法 公子是怕了吗 要是怕的话 小女子可以先在自己脸上试给你看 县令公子听了这话 自动上升到男人尊严问题 当即表示不用 本公子怎么会怕 来吧 七宝笑得很和善 那公子可要忍住了 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 整个房间响起 杀猪般的惨叫声 一炷香后 七宝给他清理干净 一边擦手 一边叮嘱 回去之后 公子最好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 饮食上面要清淡 更不可以喝酒 然后把这瓶蜜药 涂抹在脸上 有些毒窗 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 是不能弄的 还要后续疗程 县令公子挖了点 芦慧妈脸上 冰冰凉凉的触感 及时缓解了的疼痛 脸上原本那些凹凸不平的浓疮 基本上都消失了 他心情大好 虽然痛得死去活来 可成果却是让他相当满意 明日本少爷再过来 你继续给本少爷诊治 七宝摇了摇头 公子 这可不行啊 我这药膏 已经差不多用光了 我自己都没得用了 这药膏制作十分耗费精力 药草更是要去深山采摘 还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至少也要七天的时间 因为主要长在深山野灵 极为难得 只有我们家人认的模样 恐怕到时要全家出动 才能采购用量 极乐山中十分危险 我们这可是时刻掉着命呢 县令公子时的聪明人 当然听懂了七宝话里的意思 体验过治疗后 态度也好转了线 银子而已 只要要好使能治好脸 他不介意给对方一点好处 拿着吧 七日后 本少爷会再来 傅家人得知未来七天 县令公子都不会来找麻烦 并且还给了不菲的医治费时 多有人看七宝的目光 都是惊喜的 眼前自信 而又耀眼的少女 早已没了记忆中 虎脚蛮缠 骄纵任性的模样 傅刘西威妹妹的改变开心 小妹果然长大了 我这当哥哥的 实在惭愧 李氏也再也不用防备了 太好了小妹 这次真的多亏你了 七宝很理解大家的目光 谁让园主不做人呢 他笑着表示 哥哥嫂嫂不用放在心上 时间不早了 我和爹也该回去了 李氏主动开口留人 今天的确是太晚了 不如爹和宝 就在镇上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吧 父老爷子收好七宝给的钱贷 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毕竟现在回去的话 也没有牛车了 七宝自然也没拒绝的理由 于是 李家人为了感谢七宝 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饭 一家子聊着家常 气氛相当不错 李氏一个劲的给七宝夹菜 这回倒是真心实意了 这样的待遇 可是七宝穿越过来这么久 最硬的一顿饭菜了 他吃得很美 可不知为什么 老是喷嚏打个不停 父老爷子见状 十分担忧 怎么了宝 莫不是着凉了 七宝摇摇头回应没有 大概是因为今天没有回家 所以娘在念叨我了 但他心里总觉得 好像忘记了什么事 可他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 美食当前 七宝决定不为难自己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先吃饱吃美再说 与此同时的傅家院子里 李泽民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桌前 从傍晚站到了夜色见浓 也不见七宝的人影 俊美的少年 阴沉着一张脸 傅七宝 说要教人 恋字的是你 不见人影的 也是你 说话不算话的坏女人 你给我记住 他擦一身 手上的毛笔 碎成了几节 第一次在镇上留宿的七宝 本以为会睡不着 不曾想居然一觉 睡到了大天亮 果然吃得好 睡得才香 傅老爷子见女儿醒了 便倒该出发回家了 李氏准备了一些吃食 给七宝拿着路上吃 夫妻俩刚送到门口 在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影之际 脸上的笑容 便瞬间消失无踪 县令公子的护卫冷傲开口 少爷说了 既然那药草十分难得 便让我们兄弟二人帮忙 准备好了 就赶紧出发吧 七宝虽然猜到 县令公子 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却没想到派人监视外 还要跟着去丰田村 傅老爷子忍不住开口 两位 我们乡下地方 偏僻简陋得很 而且家里也没有 多余的屋子给两位住 实在是不方便 那两人冷哼一声 用不着什么屋子 我们兄弟二人 只有白天的时候 和你们一起去找药材 晚上会回镇上 马车已经备好了 走吧 对方明显有备而来 一句话堵死了 七宝所有的反驳和拒绝 于是 两人行变成了四人行 离开了锦阳镇 朝着丰田村的方向而去 古代的马车可不便宜 一般人家根本就买不起 一进村子 便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 他们是谁啊 难道是上次七宝丫头 救了的贵人派来的 那可是马呀 傅长生家有了这么一门靠山 以后怕是要起来了 听到村民们羡慕极度恨的话 七宝简直是哭笑不得 什么靠山 催命的祖宗还差不多 到了傅家后 不明真相 看到这一幕的傅家人 也是十分激动 老头子 七宝 怎么才回来 后面这二位是 这可如何是好啊 县令家的护卫不耐烦地催促 既然到了 就趁天色走 快快进山采药吧 七宝淡定开口 两位请院中稍坐 带我们放下行李就来 然后挽着老城市的胳膊 往后院走 娘麻烦来帮我个忙 脱离了监视范围后 老城市担忧地问七宝 那两位祖宗可如何是好啊 七宝柔身安抚 不用担心 我待会儿去后院 挖一株如会出来 让他们两个去集了山找 山里面的毒虫猛兽 会教会他们如何做人呢 只要他们不怕死 尽管一直留下来便是 老城市可没那么乐观 宝儿啊 他们要进山 肯定要我们带路的 山遇到了危险 我们也逃不了啊 七宝回应没事 待会儿我把极乐山的危险 告诉他们 我亲自去给他们带路 我的身上有些人保佑 那些猛兽伤害不了我 只要今天彻底给他们 一个教训 他们应该不会继续冒险了 等一下娘 叫大哥二哥和四哥 他们出来卖个惨 把身上伤演的严重点 吓下他们先 老城市展颜笑了起来 好的 还是我的宝儿有主意 商议完了事情 七宝正准备去后院挖炉会 忽然感觉好像有人盯着自己 扭头就见到 冷漠而又精致俊美的少年 只不过 此刻少年看他的眼神 灼热而奇怪 看到李泽民拿在手上的启蒙书 顿时恍然大悟 终于想起来 之前忘了啥了 秉着坦白从宽原则 果断认错 真诚道歉 对不起啊 阿泽 我昨天不是故意失约的 你听我解释啊 李泽民虽然没说话 可满脸都写着我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 七宝拉着人坐下 将昨天镇上发生的事情 又给李泽民说了一遍 将自己吃肉肉 忘了他的是美化了一下 都怪那个方公子 要不是他 我就不会回不了家 害得我都没来得及教你识字 我昨天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呢 来 拿着这晕片膏 这是我向你道歉的赔礼 只有你一个人才有的 李泽民看着手上的膏点 有些憋闷 又有些莫名的高兴 七宝感觉自己 应该把人哄好了 极乐山我要过去了 你不要跟他知道吗 交代完后便转身离开 李泽民看了看手中的膏点 又看着七宝的背影 原本心中的玉器顿时散去 这是把我当小孩哄吗 此时七宝已经带着县令家护卫 站在了极乐山入口 两位大人 我们丰田村的极乐山里面 有许多猛兽 我爹和几个哥哥的伤势 你们也看见了 就是被大老虎所伤 你们真的要去吗 护卫们自小习武 自认为就算遇到了猛兽 也有一战之力 很傲气的开口 少废话 但我们兄弟 是你们这种普通山民吗 七宝见两人执意如此 也不再多言 看着他们轻慢的神情 嘴角勾起一抹 机梟的弧度 既然你们这么傲气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普通的大老虎 他走的正是上次 寻找李泽民的时候 遇到白虎的那条路线 七宝不知道的是 他千叮万柱 让不要出门的李泽民 正运用轻弓 悄悄跟了上来 看着前方不远处的身影 少年眼中流露出英质的神色 没错 他是来当护花使者的 德民得知 七宝要带两个不好惹的家伙 进吉乐山 七宝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悄悄跟了上去 县令家的护卫 走了好半天 都没有见到要寻的东西 烦闷地推了七宝一把 让他一个亮枪 摔倒在了地上 小丫头搞快点 别耽误时间 上次你找到这药草的地方在哪里 七宝虽然心中恼目这两个狗腿子 但他还是装作无视的模样 站起了身子 就在前面了 两位大人 我年纪小力气也小 走不快的 要不你们先去 就一直往前走 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树那边 很容易看到的 护卫自负地吃笑了一声 不忠用的丫头 然后两人加快了速度 很快便把七宝甩在了后面 七宝被推倒的这一幕 都被暗处的李泽民看到了 从而谋定了这两个侍卫的悲惨结局 这会儿 两个侍卫走进了巨树旁 其中一人末地发出了惊呼声 大哥 你看那是什么 只见大树根部 长了许多巴掌大的灵芝 他们跟着县令公子 见识了许多珍贵药材 一眼便认了出来 脸上满是激动和贪婪之色 这个大小的灵芝 起码能卖几百两 快点采摘 这套我们发财了 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 身后的草丛里 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 庞大的白色身影 大白虎得了李泽民的命令 露出了尖利的獠牙 下一秒 森林中就传出了 凄惨的呼救声 救命啊 有老虎 七宝一直都关注着 前面的情况 哼了声 今儿个普通山民 就让你们见见世面 上次我都能跑掉 你们两个壮汉 没理由跑不过一个小姑娘吧 就在此时 视线中出现了一个 满身血污 手臂快断了的熟悉身影 七宝心里一咯噔 不会吧 这么严重 快上术 另一个人呢 对方拼命地跑着 惊恐地回了句 来不及了 大哥给咬死了 没救了 我要回去禀告少爷 这地方太危险了 不能了 七宝只是想利用 极了山的猛兽 吓吓他们 并不想闹出重伤 或者人命 就在他懊悔之际 护卫忽然一把 将他往后推去 为自己逃跑 争取时间 是他带我们上来的 要吃就吃他 七宝只愣了一秒 身体就灵巧地 避开了对方的推让 你这个小人 不救同伴就算了 还要坑我 猛兽的怒吼 仿佛静在耳边 地面上更是传来了 剧烈的动静 人命关头 七宝也不会蠢蠢地 去当对方的挡箭牌 转身就跑 密林中那巨大的白虎 停下了追逐的脚步 李泽民站在一旁 抚摸着大白虎 眼里闪着冰冷寒光 两个狗奴才 竟敢对他动手 该都杀了才对 夜幕降临 七宝一脸愧疚和担忧地 回到了副驾 傅老爷子和老陈氏 见他回来都松了口气 宝 你可算回来了 正打算上山去找你 你没受伤吧 刚刚那两护卫就回来一个 他还断了只手 驾着马车就跑了 是不是遇到猛兽了 七宝奄奄地开口 爹娘我没事 我们又遇到大老虎了 护卫死了一个 傅老爷子看出了 他难受的癥结所在 也是十分懊恼 早知道就该自己去带路的 宝还小 又要修功德 怎么承受得住 他出身宽慰 不要想太多了 是他们非要进山的 那人死了 也是自己造的孽 和你没关系 七宝勉强挤出个笑容 表示自己有些累了 要回屋休息下 老两口 直到他受了惊 连连点头不再多说 七宝推开自己的房门 才发现 里面多了个 拿着书本的少年 安吉尔又美好的少年 眼神清澈地望着他 七宝只觉得心中的愧疚 被无限地放大 在这个少年面前 他忽然有种 倾诉一切的冲动 阿泽你来了 很抱歉 今天我恐怕 也没办法继续教你了 我今天害死了人 我本来是打算 让那两个人 进去极乐山 吓唬吓唬他们的 我明知道里面有危险 却还是那么做了 是我害死了他 七宝的情绪有些失控 或许是因为觉得 李泽民无法开口说话 他几乎没有隐藏过 最真实的自己 想起那个 死在了极乐山上的人 七宝就自责地不行 他在功德系统的影响下 一直以来 都在尽力挽救生命 今天却偏偏是 有人因为他的举动而丧命 他真的过不了心理这一关 李泽民见他如此难过 心莫名地跟着抽痛 正想要安抚时 七宝就整理好 情绪猛地抬头 无论如何 我也要把那人的尸首找回来 带给他家人安葬 我要再去一次极乐山 阿泽你在家等我 我很快回来的 于是他向系统 兑换了一个大礼服 以最快的速度 返回极乐山 而他不知自己身后 又跟着个小尾巴 李泽民眼中泛着点点寒意 他不喜欢看到 七宝对别人 同样流露出 担忧关切的表情 也不理解七宝 为什么要觉得愧疚 甚至还不顾自己的安危 也要把那人带回来 那个人伤害了他 本就该死不是吗 他把戾气和杀意 极力压抑在心底 远远跟着七宝 终于在一棵巨树旁边 发现了被留下来的护卫 对方头上有个挽大的伤口 还在不停地流血 七宝颤抖着 上前探了探对方的呼吸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太好了 还有气 这个人似乎只是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晕死了过去 他赶紧在四周的草丛里面 寻找止血草药 直到发现了一丛三七 喜不自禁地摘下来 施展木林树 提取了一滴精粹 不远处的草丛里 有个人将他所做的一切 都看在了眼中 那凭空出现了一滴凝露 还有瞬间枯死的植物 和瞬间能愈合伤口 这奇怪的力量 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 他必须要弄清楚 于是李泽民走出来 故意踩到树枝制作动静 七宝猛地抬起头问是谁 同时吸入了一股异乡 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脸上戒备的神情缓了缓 阿泽你怎么跟来了 这里危险快回去 正打算起身 却忽然觉得头晕目眩 软软地倒了下去 昏迷之前 他只看到了少年 那精致美好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那一瞬间 他居然觉得挺开心的 李泽民伸手 将七宝揽进怀里 找了个大叔依靠 同时在七宝耳边开口询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用得适合妖术 你对小哑巴 到底有何企图 迷迷糊糊的七宝 不耐烦地捂着耳朵嚷出声 吵死了 别烦我睡觉 李泽民看着迷失了神智 却还是闭口不言的少女 眸光危暗 真是奇怪 若是常人种着迷迭草的药理 早就知无不言了 而他竟只是昏睡 毫无应答 他伸手描绘着七宝的脸上的轮廓 眼里情绪意味不明 不论你是什么精怪 隐藏着什么秘密 有什么本事 都只能为我所用 天空出现的一滴凝露 能瞬间愈合婉大的伤口 这种神秘力量 引得李泽民释放百事百灵的迷迭草 可不想在七宝这里失效了 什么也没问出来 但李泽民的心境 却变得偏执起来 不论你是人是妖 有何所图 我都不在意 我只要你在我身边 与此同时的景德镇县衙服的 县令公子正对镜自照 往脸上涂抹如晦胶 感觉到一阵清爽的凉意 心中再次惊叹此物的神奇 不过让他不满的是 一瓶快见底了 根本不够 他用七天的 坐在此时 门外响起小四焦急的声音 少爷不好了 无人回来了 可他断了条胳膊 受了重伤 人快要不行了 县令公子好不容易扭转的脾气 再一次火爆了起来 他们去傅家 督促那小丫头骗子炼药 这才一天就出变故了 下人乡房里 一片哀嚎声 府上的大夫 已经给无人接好手骨 包扎好了伤口 饶事如此 县令公子看到对方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 护卫自然不会觉得 是因为自己的轻慢和贪婪 才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 把责任全往傅家人身上甩 爬起来哭诉 少爷 我哥他死了 那傅家人不安好心 带我们去了深山野林 里面有吃人的猛虎 少爷 你可要为我们兄弟二人做主 然而县令公子 却没有护卫想象中的那么正 因为他想起 七宝确实说过山中有危险 原来不是吓唬人的 那么也不用再派人过去 白白损失人手 便安心等七天 要是七天后 傅七宝拿不出药来 再将今日之事一并清算 于是他开口 让护卫好好养伤 五号那里 本少爷会派人去 另一边急了山 被七宝救治过的护卫五号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只大白虎的血盆大口 瞬间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别吃我了 恨不得自己没醒过来 李泽民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把一种毒草塞入他的嘴里 将人高高举起 明明只是个未及若惯的少年 此时此刻却透露出极为可怕的威严 吞下去 否则就放你喂虎 五号一听这话下意识照做 毕竟老虎给他的心理阴影极大 李泽民这才松开了手 五号只觉得有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 顺着喉咙进入了身体 恐惧地抬头 你给我吃了什么 李泽民冷冷开口回应 让你生不如死的毒药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仆人 只能听从我的命令行事 只要你老实听话 我便会定期给你解药 若是不然 那就去死吧 五号忽然身上一痛 仿佛被千万只蚂蚁 啃食着血肉一般 只让他浑身站立 死去活来 哪还有底气 维持他的尊严 主人 我听话 求你快停下来 救救我 看着五号摇尾起怜的模样 李泽民满意地点点头 交代了几句话 然后背着七宝 一起一路下山 途中七宝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李泽民的背上 少年单薄的脊梁 却莫名地有种 让人心安的味道 傅姑娘 你醒了 一道恭敬的不得了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七宝转过头 见男人满脸的后怕与愧疚 正一缺一拐地跟在后面 有些诧异 五号 你没事了 五号善善一笑 傅姑娘 真的谢谢你救了我 我不该不信你的话 还推了你 还请傅姑娘原谅小的 七宝心里感叹 五号这家伙真是命大 不过这态度 是不是变得有些太快了 功德系统忽然冒了出来 恭喜宿主救人有功 加二十功德值 七宝内视了一下系统 算了 蚊子腿也是肉啊 不过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 怎么忽然晕倒了 想起昏迷之前 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 之后记忆就模糊了 难道是找草药的时候 接触到什么 让人昏睡的植物不成 阿泽不会说话 恐怕他也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纠结了一阵 他也只能把这件事情 抛在脑后 阿泽 幸亏你到山里来找我 放我下来吧 别累着你了 我自己走 可惜李泽民文言 非但没有放他下来 还加重了力度 把他网上带了带 不论他如何开口 打怕是装作生气的模样 都没让李泽民动摇一分 无奈之下 只能老老实实地趴在背上 墨地红了脸 这怎么像压榨童工一样 见七宝终于安静了下来 李泽民微微勾起了嘴角 一旁的吴昊 无意间看到了少年的浅笑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居然在笑 这还是刚才那个阎王爷吗 这人居然有两副面孔 李泽民察觉的视线 一个眼神瞥了过去 吓得吴昊浑身一抖 再也不敢亏视了 傅家大院 大概是发现七宝不见了 傅老爷子和老陈氏 刚踏出门 准备上山寻找 就撞上了回来的七宝 宝 你这傻孩子 怎么又进山了 要吓死爹娘吗 没受伤吧 说完才注意到 浑身破烂的护卫 老陈氏下的眼泪水都出来 鬼啊 你是被老虎咬死的 冤有头债有主 别缠着我家宝 七宝赶紧解释 爹娘他没死 幸亏回去了一趟 不然他肯定真的死了 吴昊也赶紧复合 没错没错 我没死 我是活的 老陈氏看到了吴昊月光下的影子 只是受了伤 还好端端的活着 大大松口气 没事就好 七宝摸了摸李泽民的头 将他的功劳 也一并告诉老两口 这次多亏了阿泽 他都背了我一路了 傅老爷子目光落到李泽民身上 心情复杂 阿泽这孩子 之前我们傅家亏待了他 宝更是对他非打击骂 遇到这样的机会 他居然没有伤害宝 反倒救了他 傅老爷子和善的拍了拍李泽民肩膀 阿泽你是个好孩子 他决定以后都好好对待李泽民 然而李泽民对于傅老爷子的示好 还有隐隐流露出来的愧疚之色 无动于衷 他的眼神飞快地闪过一抹嘲讽 这些年的虐待 以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能带过吗 二房门后站着的妇丽花 一张脸阴沉的可怕 那人竟然背着小姑 从极乐山上走了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是应该恨夺了小姑 乘机杀了他才对吗 必须想办法让那人彻底厌恶了小姑 到自己身边来才行 老陈是拉着七宝的手 让他从李泽民背上下来 进屋休息 老两口一左一右 问他是否真的没有受伤 七宝边走边出生 安抚两人 没有人发现 身后的少年看着这阴雾 闪过一丝杀意 残忍的虐待 就一句话带过 现在又跟我抢他 无论他是孤魂野鬼 还是山野精怪 他都是我的 我迟早要让他从这个家玻璃出来 他必须只属于我 吴浩察觉到主人周身的低气压 外加上自己身上的伤 还需要救治 大喊了声 没啥事 我先走了 傅姑娘放心 今天的事情 小的一定会如实告诉少爷 会替你们说好话的 然后驾着马车 赶紧逃离这个双镖 可怕少年 少年在私底下 对他人都是一副 阴狠诡诀模样 而面对七宝 则是纯真乖巧 两副面孔切换自如 次日 村长来到傅家 回复所托之事 傅梨花主动抢了给村长 倒茶差事 他想要偷听看看 爷爷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还有昨日那两个人 又是什么来头 自从传出七宝 救过金家人后 村长对傅家人的态度 也相当的好 长生老弟 小哑巴户籍的事情 已经打听清楚了 一共要六十两银子 只要拿着卖身器去官府 就能马上把事情办妥 你们什么时候 有时间一起去镇上就行了 傅老爷子笑着道谢 真是辛苦村长了 两天后 我正好打算要去镇上 到时候就一起出发 傅梨花听到这里 顿时懊恼不已 他这段时间 一直像个丫鬟一样 小心伺候讨好李泽民 却不见成效 要是自己早些想到 卖身器的事情 偷出来交给那人 岂不比每天伏地做小来的好 难怪那人忽然对小姑 变了态度 可恶 这份天大的功劳 竟被小姑给占去了 不过也罢 我傅梨花 好歹是重生过的 还有的是底牌没用过的 他不确定 七宝是不是重生的 所以继续伪装自己 藏在暗处 才方便办事 接下来这两天 七宝上午提取卢蕙精粹 下午在村子里面 惯例帮助那些孤寡老人 傍晚抽空教李泽民识字 日子过得充实不已 而李泽民 每天都会背着贝勒出去 悄悄入极乐山炼宫 回来时 都会给七宝带几株如蕙 和枝子花树树苗 七宝见状很是开心 因为这附近能挖的 都被他挖得差不多了 眼看着就要荒地了 起身抓着李泽民的手 笑道阿泽 你可帮了 我大忙了 李泽民感受到手上传来的温暖 看着眼前笑容灿烂的七宝 整个人心情舒畅 眼中难得流露出一抹柔色 不过当视线里闯入了一个碍眼的人 他的神色瞬间变得冷漠起来 傅梨花走到七宝身边 小姑 你能帮我在阿奶面前说一说 明天也让我和二姐一起去一趟镇上吗 七宝问了句 你们要去镇上做什么 傅梨花故作忐忑模样开口 我和二姐这段时间做了些绣品 想要拿到镇上去卖 小姑你也知道 要是交给阿奶 我们就一文钱也得不到 二姐她性子老实 经常被绣楼里面的人骗 有我跟着也好说说假 七宝知道傅梨花说的都是真的 她也的确是三姐妹中最机灵的 几个孩子也不容易 出去见见世面也挺好 于是就答应了傅梨花的请求 我待会儿会跟娘说的 傅梨花脸上流露出感激的笑容 谢谢小姑 等七宝转身离开 傅梨花也卸掉了那虚伪的感激表情 心想小姑果然好骗 一旁的李泽民 没错过傅梨花脸上的表情变化 她觉得傅梨花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然而身处于黑暗之中的她 却并不喜欢同样肮脏污秽的存在 尤其是这女人还想打七宝的主意 天夜晚 傅梨花特意洗了她最好的衣服 打算进城穿 她如今虽然重生了 可却没有任何能够依仗的东西 所以凭借对未来的记忆 开始为自己谋取好处 根据前世记忆 金家嫡出大少爷会在近日被绑架 再回锦阳镇祭祖途中 被匪徒买通了下人给掳走了 勒索十万两白银 金家交钱熟人 却不料金少爷为了逃走 在打斗中失手死了 傅梨花觉得 小姑能救了金家大少爷 得了百两银子的赏钱 自己为什么不行 若是自己能帮金少爷 躲过被匪徒掳走这一劫 那么他就是金家的大恩人 金家富可敌国 背后还有镇国功夫 荡靠山 有了这一层关系 岂不是要疯得疯 要语得语 到那时 自己与小姑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就不信李泽民不对有东西 所以他必须去镇上 才能找到接近金家人的机会 不远处的李泽民 看着傅梨花的背影 眼中浮现出一道冷光 我倒要看看 你搞什么鬼 走到晾晒衣服的地方 到了一点绿色的液体在衣服上 才翘无声息地离开 次日一大早 七宝和傅老爷子 还有李泽民 再加上桃花和梨花 五人一起坐牛车 前往锦阳镇 李泽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盯着傅梨花 然而傅梨花接触到目光却误解了 以为自己很有魅力 终于得到了李泽民的垂青 脸上露出羞怯的神色 将一缕长发缕到耳后 露出自己最美丽的样子 所有人都掩住口鼻壁气中 身为姐姐的桃花 都替妹妹不好意思了 梨花 你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 傅梨花只觉好丢脸 极力想忍住 可李泽民出手 又岂会让她躲过 扭曲这一张脸 艰难地开口 爷爷 小姑 我先去方便一下 你们等等我好吗 傅老爷子皱了皱眉 肚子不舒服 就不要逞强了 等你半个时辰 到时候你没来 那就不用跟着去了 七宝也安慰了一句 没事 今天要是去不了 还有下次呢 半个时辰后 傅梨哗啦的都快虚脱了 走路都得依靠拐账 出来时大路空空 他这次是注定去不成镇上了 少了一个人 并不影响这次的镇事 他们一到锦阳镇 就去了县衙 七宝取了一百两银子 让傅老爷子交给主部大人 银子到位 所有刁难的话都没了 过来吧 七宝高兴地催促了起来 阿泽快把你的卖身器拿出来 待会儿在户籍上面 写上你的名字 从今往后 你就是良明了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李泽民微微点头 从怀里拿出了卖身器 递给主部大人 顺利地得到了一张 写着靖州锦阳镇 丰田村良民的户籍 李泽民认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七宝心安了 阿泽 从今日起 你不再受制于任何人 没有谁能再将你视为 可以买卖的奴仆 其实在花一些时间 李泽民自己也能够办到此事 可看着眼前少女 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 心情格外愉悦 傅老爷子谢过主部大人后 离开县衙 你求的事情办妥了 时候不早了 咱们也该去玉泽哥卖香路了 桃花已经先过去了 七宝笑到好的 琢磨着去玉泽哥 还不知道顺不顺利 那地方人多眼杂 阿泽的容貌又太出众 万一被坏人盯上 搞出什么强抢名副的戏码来 就麻烦了 于是他摸了摸李泽民的头 认真叮嘱 阿泽 我和爹现在要去办一件事情 你不方便过去 你先去书铺里面逛逛 要是有喜欢的书和笔墨就选出来 到时候我买给你 不要乱跑 知道吗 李泽民乖巧的点了点头 他也正好趁这个机会去办些事情 此时此刻 玉泽哥的掌柜的 盯门口盯了半天 有些急了 小刘 那个卖香路的老头 今天还没露面吗 火鸡秀了秀身上残留的枝子花香 回应没有 不过那香路是真奇物啊 绕梁三日 这几天我睡得都香了 明说那老头该不会卖给别家去了吧 掌柜的一脸奸笑 在锦阳镇上 哪里找比我们白家玉泽哥更大的铺子 是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去 留香这么久的香路 必须垄断了 献给大少爷 就在这时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 管是的 我是三天前来卖香路的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掌柜的见到两人 立马笑着迎了过去 记得记得 当然记得 老人家 我已经试过了那香路 的确是上上品 我们玉泽哥对他很有兴趣 不如去后面雅间详谈 掌柜掌柜的 见到父老爷子和七宝心头一喜 不知道你们手上有多少香路 打算怎么卖呢 父老爷子 把来之前和七宝商议好的内容 说了出来 制造这香路极为不易 我们一个月 也最多能提供一百瓶 每瓶香路一两银子 不二价 白家人可没有金家厚道 上来就要压价利益最大化 老人家 你这香路虽然留香持久 可却不过是极为普通的花香 一两银子这么一小瓶 太狮子大开口了 我最多给五百文 你看如何 父老爷子也不是吃素的 他表示 玉泽哥若接受不了 那此事便就作罢 带着七宝就准备走 掌柜的见状直接慌了 等等 老人家留步 他看了一眼屏风后面 他家大少爷比划个树木 示意他买下配方 于是掌柜的才对父老爷子开口 老人家提供的量少 是因为你们没有香料的来源吧 我们白家有专门的花田和渠道 三千两银子 你这香路的方子 我们欲资格要了 七宝文言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三千两银子就要买断秘方 真把我们当傻子不识数 再说了 我们家祖传秘方 不卖的 而且我们家的方子也有些古怪 只有血脉后人才能练出来 看来这笔生意欲资格是看不上了 老夫还是去别的小店看看吧 掌柜的不敢再拿桥 赶紧出声把人拦住 老人家何必这么心急 既然秘方不能卖 那就算了 还是按照之前说好的 一两银子一瓶香路 生怕这一百瓶都拿不到手 他赶紧叫火鸡收获结账 父老爷子拿着一百两银票 总算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 父女两人告辞刚离开 屏风后面 顿时走出了一个锦衣华服的公子 他很不满意这次的交易 去查查那老头的身份 把方子还有银票都拿回来 掌柜的表示 大少爷放心 我已经安排了人跟着了 这老头子 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世上 哪有别人不能跟着学的秘方 敬酒不吃吃罚酒 待会儿 定要好好给他个教训 离开玉兹阁 七宝为了谨慎起见 依旧带着父老爷子 赚了好几圈 父老爷子 拿了一半银票 交给了七宝 这香路都是你的功劳 只是家里需要钱的地方 实在是多 爹就已老卖了 问你哪一些了 七宝抬手拒绝 让父老爷子收好 我的钱不就是爹的钱吗 而且要不是爹支持我 和哥哥们到处给我找花 我也做不成香路 爹 我们干脆去买一辆牛车吧 以后咱们出门也方便 有了牛 就不用你和哥哥们 亲自下地那么辛苦了 父老爷子手里 有钱心不慌 更新为女儿懂事 又体贴 那就去买吧 妇女两人 路边有好些个面黄鸡兽 未成年的小孩子在乞讨 然而多数人都是不耐烦地避开 更有甚者一脚将人踢开 七宝见状心有不忍 前几次来去匆匆 他也是现在才发现 父老爷子知道女儿要修功德 便解释了一番 去年黄河北边决堤 大水淹没了农田 他们都是当初过来的流民剩下来的 没钱没力气 不是病死就是饿死 宝儿啊 天底下的可怜人太多了 我们能力有限 不是所有人都能帮得过来的 七宝表示自己知道 不管怎么样 尽力而为吧 他走向不远处的包子铺 将店家的几抽屉包子全买了 父老爷子的帮助下 一个个分给了小乞丐们 虽说系统提示他 又多了好些功德值 但七宝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比起功德值 他倒希望 没有这种做功德的机会 就没有人受苦了 但要抓紧赚钱 好回馈社会 好了爹 我们走吧 父女两人又拐了一巷子 身后跟踪的大汉 正准备动手 下一秒 自己就被人从后面点了穴道 软啪啪地躺在了地上 李泽民此刻心情非常糟糕 若不是他也悄悄地 跟在七宝身后 恐怕七宝就已经遭遇不测了 说谁派你们来的 被一个少年给制住了 大汉觉得憋屈又怨恨 臭小子 知道我们是谁吗 实相地赶紧把我们穴道解了 得罪了青帮 你是不想活了吗 李泽民蹲下身子 抽出了那大汉身上的匕首 大汉下意识抖了下 你要干什么 李泽民面不改色地 剁掉了大汉的一根手指 大汉撕心裂肺地叫着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少年竟比他们青帮的人 更心狠手辣 老老实实地交代 你不要杀我 我说是白家的 孙少爷派我们来的 要抓了那对妇女 逼问香路方子的事情 我们只是拿钱办事 好汉饶命啊 李泽民听后 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意 这倒是个好机会 若能借此机会 让他见识到傅家人的真面目 被傅家人舍弃 他就不会留在他们身边了吧 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于是他松开了大汉 都叫上你们几个青帮的人 替我做一件事情 我便饶了你的性命 这边市集上 傅老爷子和七宝 看中了一头 刚长成的大青牛 牛贩子开价四十两银子 正带着两人 准备办理弃书 就在这时 长相魁梧的大汉喊了一句 老陈你过来一下 有事情找你 牛贩子对大汉 有些畏惧讨好 飞快地跑了过去 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七宝和傅老爷子 只等了大概几分钟 牛贩子便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刚有点小事耽误了 两位千奇叔跟我这边走 市集交易是有这种规矩 七宝也没多想 跟着牛贩子 走到一处巷子 身后忽然冒出两个大汉 眼前一黑 被人套了麻袋 扛到一处院子里 随意摔在地上 当头上的麻袋被揭开 七宝率先查看他爹的情况 老年人可经不起这么一摔 看着眼前忽然出现了几个大汉 他们手上不是木棍 就是匕首 瞬间变了脸色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户人家 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我可以把身上的钱都给你们 请你们放我们走吧 为首的大汉冷笑了一声 找的就是你们 老实点 白少爷可是发话了 把今天去玉兹阁的香路坊交出来 只要能制造一模一样的香路 确定配方无误 就可以离开了 七宝心下一沉 为了小小的香路坊子 白家人就如此下座 实在是过分 对方只有五个人拿些棍棒 应该是觉得 我们妇女老弱 不足为惧 若是自己用大力服 加上前世学的三角猫功夫 倒也能对付 但随意暴露实力 惹人注意上就更麻烦了 还是先静观其变吧 为首的大汉 又开口丢出个难题 把一把匕首 扔到父老爷子跟前 我们只需要一个灰炼香的活口 白少爷说了 只有死人才是不会说话 更不会泄露香路的秘密 你要是老实的听话 在这里自尽 你女儿就可以留着性命 当白家的奴隶 你要是不想死 那就换你女儿来 总之 今天你们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父老爷子浑身都颤抖起来 他的身体情况 再活二十年都没问题 没有人会想死 可如今 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猥琐的大汉 不耐烦地催促快点 别在这里拖延时间 我说实声 你要是还想不清楚 那我就亲自送你上路 父老爷子拿起了匕首 七宝知道 人心最经不起考验 也不知这把刀 会不会吐向自己 父老爷子想到 女儿是先人转世 她活着 才能避佑全家 自己已经老了 迟早都要走的 想到这里 她眼睛一闭 就要朝着自己的心口 刺取 临着生死抉择 父老爷子 竟然选择了自尽 也要保护七宝 这一幕 让七宝感动不已 之前他多多少少 只是想着 占了原主的身体 要对父家人 尽到该有的责任 可是现在 他决定要把父老爷子 和老陈氏 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 来对待 绝不辜负二位老人 就在父老爷子 用匕首朝着心口 刺去的那一刻 七宝飞快地夺下匕首 同时兑换了大利福 领头的人 赶紧指挥 其他人上去 擒住七宝 在大利福的加持下 七宝顿时变成了高手 一拳打趴一个坏人 只打得对方 鼻青脸肿 惨叫连连 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了几人 冷声警告领头的大汉 回避你主子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而后搀扶着父老爷子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大汉趴在地上 有些怀疑人生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一个个看起来 弱不经风 动起手来都是些变态 这都叫什么事啊 隐藏在屋顶上 观看了整局的李泽民 却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不愧是我的女人 大汉看到他 身子不自觉的抖了抖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可以给解开死穴了吗 李泽民冷冷开口 一群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反而将他和傅家人 越推越近 使用内力 将他把匕首吸入手中 俊美的容颜 却是阴沉的可怕 今天的事情 不能让他知道 是我安排你们去做的 你说的对 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秘密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所有人全部被了灭口 他毫无心理负担 很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此地 换了身衣服 回到了书店 又变成了那个无害的小哑巴 这会儿 七宝两人已经走在了 人来人往的大街 才终于大松一口气 爹你没事吧 刚刚有没有受伤 父老爷子笑着摇摇头 放心吧板 你爹我老当一撞 好着呢 七宝确定他身上的确没有大碍 十分感动地开口 谢谢爹 父老爷子柔身安抚 傻丫头 爹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迟早都是要被老天爷收了去的 当然要护着我的宝 也怪我 想着以后不能下地 才急着多挣点银子 只要你六个考中举人 甚至于有机会做了官 咱们家就不用这样受人欺辱了 七宝信誓旦旦地表示 您放心 我一定会治好县令公子的脸 让六个参加今年的秋尾 看到七宝如今光洁如玉的小脸 父老爷子的确是老怀大卫 好孩子 万事不要勉强 走吧 去接桃花和阿泽 带上咱们今天买的东西回家了 此时此刻的书店已经人满为患 都围着那个乖巧翻书 容貌精致无双的李泽民 个个都巴不得把人拐回家 七宝赶到书店时 与李泽民远远对视了起来 看到了少年的无措 飞快挤进人群 护着李泽民往外走 就说阿泽这张脸太招风了 在书店待着也不安全 李泽民一副被吓到 乖巧无辜的模样 紧贴着七宝 没有上帝视角 谁能看出 这是刚才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 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 七宝摸了摸李泽民的头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夜晚 玉泽阁的白家少爷收到了消息 不敢置信地站起身来 你说什么 本少爷派去的人全都死了 诶高的男人也是一脸的凝重 是的 青帮的五个人没有活口留下 而且都是一击毙命 动手的人定是个无数强者 那对妇女也消失了踪迹 查不到对方的身份来例 白少爷极其不满 你们青帮的人办事这么不牢靠吗 不知道舅舅知道此事 会如何看待你这个管事 男子好脾气地回应 白少爷息怒 那老者恐怕不简单 说不定是江湖上的草莽之辈 这些人虽然没有根基 可暗中动起手来 咱们反而会吃亏 对方已经发现了你的目的 恐怕也不会再出现了 那乡路方子的事情 还是算了吧 白少爷哪怕心中再不甘心 也只能就这样放下 天懵懵亮时 吴浩再次踏入极乐山 只不过有了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的缘故 步伐畏畏缩缩 林中稍微有一点动静 就会把他吓得瘫倒在地 结果对面只是个无害的小松鼠 大喘了几口气 把后遗正压了下去 他是一点也不想来 这个到处都是猛兽的地方 可偏偏碍于身上的毒 还有李泽民的威胁 不得不撞着胆子 继续往深处走 直到看到那棵巨树之下 威风凛凛的白虎 还有在一旁打坐的美少年 这才松了口气 恭恭敬敬的双手 奉上了五张银票 主人 上次你要我把灵芝换成钱 一共卖了五百两银子 请你笑呢 还有我们五少爷 他最近脸恢复的好 性子也和善了不少 不会找傅姑娘的麻烦的 其实 少爷以前还是讲道理的 要是傅姑娘真能治好少爷 少爷肯定不会为难傅家 李泽民才不关心傅家人的死活 他只在一个七宝 并且正在筹划 通过别人的手 借力打力 让七宝脱离傅家 将那银票接了过来 抽出了一张 递给了五号 我要镇上四大家族 所有详细的资料 你去打听清楚 尤其是白家和赵家 还有青帮的势力 有了消息 你再来这里找我 五号显然没想到 新主人会这么大方 舍得给他这么多银子 比在县衙当护卫 赚的还多 说不定跟着他混 还真有前途 开心的接过来 主人放心 小的一定尽快查清 为主人效力 李泽民如今不再是那个 孱弱无能的奴仆 想肆无忌惮地活着 想找那些将他推入地狱的人 复仇 就必须拥有 属于自己的强大力量 又想省时 便盯上了青帮 几日后 又到了给县令公子 这痘痘的日子 出了白家的事 七宝打算一个人去镇上 父老爷子和老陈氏 自然是不同意 父七宝距离力争 爹娘放心 我是去给方公子治病 直接去六个家里的 哪里会有什么危险 就在这时 富梨花主动请英 阿爷阿奶 不如让我陪小姑去镇上吧 上次我没去城 小姑说过 下次就带我一起的 为了不让人拒绝 她赶紧从七宝手上 抢过包袱自己拿 阿爷阿奶放心 我会好好护着小姑 不会让她有丁点闪失的 实际上 富梨花心里焦躁极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上就要错过 成为金家少爷 救命恩人的机缘了 这次说什么 也要赖着进城 富梨花的心机伪装得很好 七宝毫不知情 同意带着她一起进城 老两口拗不过 也只好同意 吴浩这个拿着两面工资的间谍 见到七宝来了 格外热情的赢了上去 富姑娘来了 快请 我们家少爷 已经等候多时了 她这态度 让七宝都有些迷惑了 心想几日不见 这嚣张的狗腿子 怎么变得如此客气了 天前还是一个高高在上 一个卑微授法 因为七宝的原因 县令公子和富刘希 居然坐在一起 谈论科举文章考题的事情 还十分投契的模样 七宝进门见到这一幕 会心一笑 县令公子 竟能和六哥和睦畅谈 看来脸好了 性情也好了 以后说不定能走好人路线 富丽花面上乖巧跟着 心中却是震惊极了 前世他听说过 县令家五公子这个人 因为面容丑陋 而性情暴虐 开始极恨灵虐美人 两年后被人报复致死 要是小姑治不好他 富家岂不是完了 县令公子见到七宝 迫不及待的开口 小丫头 你可算来了 快来为本少爷诊治 七宝笑了笑 我车马劳顿的赶过来 总要喘口气吧 你先等一等 我去吃点早饭 把手洗干净了再来 县令公子强忍着脾气点了点头 这小丫头倒是越来越不见外了 富丽花故作怯生生模样的开口 小姑 我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想去绣房卖一些绣品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七宝哪里知道 他是要去为自己谋后路 在他眼里都是些不容易的小孩 点头同意了 去吧 小心点 别走丢了 记得五十之前回来吃饭就好 然而富丽花根本没去绣房 而是向人问路 来到金家大宅外面 看着气派的金家大宅 眼中充满了向往和回忆 他前世也过过几天富贵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 发誓今生定要改变悲惨境地 过人上人生活 金家有守门的 门禁森严 没有明铁 根本进不去 硬闯 怕是会被人当疯婆子抓起来 更别说他没有见过金家人 连哪个是嫡系的大少爷都认不出 为了文拙起见 他打算先想办法 打探清楚 金家消息再说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忽然听到金家护卫说 要准备马车 嫡少爷要出城打猎 听到这个消息 富梨花笑了 真是天助我也 而另一边 七宝也终于挑完了 县令公子脸上的痘痘 方公子 治疗完成了 大概两个月左右 就能差不多痊愈了 县令公子照着铜镜 摸了摸自己的脸 确实光滑了不少 也没留疤 心情大好 七宝便趁机开口 方公子 你大人有大量 之前冒犯你的事情 可以不和我六个计较了吗 以后我会更用心的 去找能治好你脸的药材 争取每个月 都能给你提供一罐卢慧椒 后面这句话 成功的让县令公子动心了 本少爷说到做到 放心 以后定不会为难你兄长的 七宝又对着他一顿彩虹屁输出 方公子可真是大好人 俗话说的好 君子当有容人之量 说的就是 方公子你这样的人了 好话谁都喜欢听 县令公子受用的眯卓眼 七宝赶紧步入正题 那两个以貌取人的肤浅秀才 不如公子 也把他们放了吧 到时候 方公子在这次秋围中 堂堂正正的打败他们 让他们自愧不如 甘拜下风 县令公子 哪里听不出七宝的用意 好家伙 原来拍我马屁是别有用心 在这等着我呢 不过 他还是顺着台阶下了 你说的对 本少爷的确是要堂堂正正的教训他们 随后 命令吴浩派人去县衙 撤那两袖菜的诉讼 把人放出来 七宝松口气 又顺势拍个马屁 我就知道 方公子高风亮节 有这样的心性 这次一定能科举出事 县令公子 都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行了 漂亮话不要钱一样 本少爷走了 金家现有的危机 算是解除了 傅刘夕看着七宝满是感慨 小妹 这次真的多谢你了 七宝看得出 六哥那若有若无的打亮眼神 害怕穿帮 饭都不吃了 都是一家人 六哥不用如此客气 我还要去镇上办点事 顺便去寻梨花 就先告辞了 另一边 金家少爷已经乘马车出了府 眼看就快要出城了 傅梨花专门选了人多的时候冲出去 当街将马车拦下 护卫赶紧勒马呵斥 乃来的无知女子 不想活了 还不快让开 傅梨花一改 懦弱坚决不让 并且大声开口 金少爷 名女有要事找你 事事关你的性命大事 护卫听了这话急了 指着她鼻子大骂 一派胡言 你这女子 莫不是疯了 快走 否则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傅梨花固执地留在原地 将声音又提高了一倍 是真的 我没有说谎 今天早上 我意外偷听到 有人要谋害金家少爷 所以特意来通风报信 请相信我 不要离开锦阳镇 此时为了不少百姓 都在议论纷纷 护卫下意识 看向了后面的马车 等待指令 马车里忽然传出声音 让她进来吧 傅梨花高兴极了 赶紧爬上马车 刚换了声金少爷 就被人捂住口鼻 控制了起来 她这才发现 一个锦衣华服的少年 昏迷不醒 被绑着倒在地上 如果没猜错 这位就是金家少爷 中年男子眼含 杀意地看了一眼傅梨花 死老头 是不是你搞的鬼 这女人哪里来的 居然知道我们的计划 别忘了 你妻儿还在我手上 一身华服的老者 是金元的管家 就是他盼主下药迷晕了金元 才能顺利地绑架 走出金家 他赶紧解释 不是我 我什么都没说 傅梨花此刻绝望又悔恨 他万万没想到 居然就是今天 金少爷已经被绑架了 他的到来 非但没有把人救下 反而害得自己洋入虎口 如今 傅家人的经济来源 便是七宝的香露 可白家黑心不能合作 七宝便来到了金玉楼 毕竟上次水晶 和那么贵重的东西 卖给金家 对方不仅出手大方 也没有像白家一样 暗中下黑手 可见是个有信誉的人 他本想试着看 能不能把香露卖给金家 可惜来得不巧 上次的金少爷 和那个掌柜的都不在 这一趟是白来了 正转身打算去绣房 找傅梨花一起回家驶 身旁急驰而过一辆马车 马车的窗帘被风带起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梨花不是说去卖绣品吗 怎么会在富贵人家的马车上 难道是遇上了强强名女 这里人多眼杂 不方便使用系统的东西 只能靠自己的体力 先偷偷跟上再说 这会儿已经出了城 两条腿的人 到底是跑不过四条腿的马 七宝类的气喘吁吁 再不使用系统道具 不跟丢才怪 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袭黑衣的李泽民 带着面具 坐在大白虎身上 注视着追胆的少女 四条腿的人 到底是跑不过四条腿的马 七宝忍着心痛 兑换了一辆自行车 紧接着在地面上 凭空出现 他坐了上去 熟练地踩上了脚踏板 一阵风势地追了上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山林中有一双眼睛 在暗中注视着他 凭空出现这个世界上 没有的物件 着实把李泽民给惊到了 他很好奇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一身下的白虎 跑起来跟上去 同时在心里琢磨 果然是精怪的化身吗 那古怪的东西 能让人拥有堪比码的速度 莫非是妖精才有的 法术保误不成 你究竟还有什么 你瞒着我 自行车的速度很快 这会儿 七宝已经能远远看到 那辆马车了 而马车上那些人 大概是觉得胜券在握 不急着赶路 反而停了下来 七宝见状也停了下来 将自行车收回系统空间里 悄悄靠近马车 想听点有用的信息 观察何时动手时机 矮个子不放心地问高个子 金家不会追上来吧 高个子很有信心地表示不着急 还得半个时辰 他们才能发现 府里被打晕掉包的护卫 到时候 咱们已经带着人质到黑风寨了 等金家把十万两银子 送到鬼窟里 咱下班辈子都不用愁了 矮个子文言赶紧奉承 多亏富贵兄 你找了金家大少爷这头肥羊 老大可说了 要让你做二当家 到时候 可要多提携兄弟我了 七宝则从他们的谈话 大概知道了原委 他们的目标 是绑架金大少爷勒索 那梨花又是怎么被卷进去的呢 他现在 他就是跑回去通知金家 怕也来不及了 打算像是上次那样 使用大利服将这几人给解决了 正准备动手时 前方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只见不远处 墨地出现了十几个壮年男子 这便是黑风寨的头头 七宝脸色微变 十多个带着武器的大汉 就算自己有大利服也是送死 还是要自取 先混进去再说 眼看着那群人越走越近 七宝钻进了车厢底部 整个人像壁虎一般吸在上面 将自己隐藏起来 矮个子见识自己人 惊喜地迎了过去 老大 您怎么亲自来了 匪徒首领表示自己是来接应的 问他们可有把人带来 刘富贵得意洋洋地回答 在车上了 老大就等着收钱吧 我还额外绑了个送上门的丫头 回去给兄弟们乐呵乐呵 匪徒首领满意极了 办得不错 走回黑风寨 一群土匪兴奋不已 马车咕噜咕噜地开动 谁也没有发现 车底下还藏了一个人 隐藏在山林间的李泽民 心头泛起一股戾气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不惜一身犯险 外人的性命 难道比自己的还要重要吗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原以为你只对我好 原来你对任何人 都是这般无条件的好 那我在你眼中又算什么 和那些蝼蚁般的外人一样吗 大阪虎忍着自己掉毛的疼痛 默默承受着主人的暴力之气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片刻后 他还是设不得七宝受伤 又悄悄跟了上去 飞风寨隐藏在一处山谷之中 这地方一手难攻 几个匪徒驱逐着马车 到了一个牢房处 把人关起来后 就留了几人看守 其他人全回去喝酒庆祝了 等到四周都安静了 七宝才从车底下钻了出来 他也明白 不能应来 不然即便就到人也走出不去 必须想个稳妥的办法 他小心地观察着四周 正好看到一种带毒的野草 他顿时就有了办法 开始提炼野草的毒素 这会儿 山寨里面的大部分主力 都在喝酒庆祝 只要他把毒放在酒水里面 便能牵制住这群匪徒 到那个时候 再去把那些无辜人放走 才不必担心 力有不歹 此时大厅里面热闹喧哗 有些地位的土匪怀中 都搂抱着一个妙龄女子 这些女子全是被抢来的 很快 土匪们都有了罪态 纷纷倒在了暗机上 呼呼大睡 朱管家指着众人嘲笑起来 你们这群没出息的 没喝过好酒 也不至于醉这么快吧 然而说完了这句话 他自己呼感身体渐渐麻木 眩晕的感觉传来 他瞬间变了脸色 不好有毒 刚想趁着最后一点意识叫人 就被人从后面一棒子敲晕 那些女子们吓得惊声大叫 七宝赶紧让他们安静 别怕 别出声 我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都是被山寨掳来的良家女吧 知道牢房在哪吗 一个胆子还算大的女子 战战兢兢的开口 恩人 牢房那边有土匪守着 十分危险 而且你没有钥匙 七宝让他直管直路 自己有办法 又叮嘱他们迅速下山 而此时牢房里 晶元已经醒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情形 便明白自己被绑架了 并没有惊慌挣扎 反而表现得十分冷静 可一旁的妇梨花 就冷静不下来 哭了一整晚 期盼已久的共处一事 现在都化成了怨恨和懊恼 这都是什么事 老天爷竟如此跟我过不去 片刻后 牢房门口忽然传来了打斗声 牢房的门被推开 有个拿着匕首的矮小身影 出现在晶元和妇梨花面前 两人脸上都流露出戒备神色 妇梨花更以为自己要死了 拼命挣扎 下一秒来人 竟是用刀砍断了 捆住他们的绳子 晶元拿掉独嘴的不问来人 你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们 妇梨花也在若有所思地打量着 七宝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故意压低声音开口 山上的土匪 差不多被我暂时拦住了 你们快走 就在七宝推他离开时 晶元闻到了一股忧香 这特别的味道 似曾相识 他想要弄清 救自己的人到底是谁 然而 七宝却不给他磨叽的时间 催促他别发呆 赶紧走 最为开心的莫过于妇梨花 他赶忙出声催促起来 此地危险 公子 我们快走吧 晶元也知道 眼下情形特殊 只能和他一起离开 而七宝却是来到了另一间牢房 这里面被抓的 都是些七八岁的孩童 七宝恨不得把那些土匪再揍一顿 把声音放得很轻荣 孩子们别怕 我来救你们了 没多大功夫 他便把所有孩童 都带出了山寨门口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一个蕴含着怒意的爆喝声 在身后响了起来 站住 你若是敢放他们走 我就杀了他 七宝回头一看 满脸震惊 阿泽被人用刀架着脖子 他心头思绪万千 阿泽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我不在的时候 有土匪进了丰田村 看阿泽好看 把他拐走了 他怎么还换了身衣服 还有这土匪明明喝了毒酒 又挨了我一棒拳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难道他体质异于常人